这是一部平分和口碑双双登顶的宝藏伯曼 有人说这部曼要是不封神 他把头卡了给各位当凳子做 耶稣都拦不住 还有人称这部曼很有深度 给人带来的反思太多 诸如此类的评论比比皆是 二刷 三刷 甚至七刷 这部曼能满足你被僵尸的所有幻想 太古以来 人类求法者与不死之物的斗争漩涡从未停歇 仿佛无休无止 仿佛没有尽头 直到三针法门的出现 不同时间线上的三位弟弟 在诗门至宝三针铜月令的指引下 会在三个因果十点的同一时间出手 灵灭这些不死生物的源头 一个跨越了因果的怪物 万叶事先 可在这三针法门的历史上 却有一次险些被命乱 公元1854年的某一天 三针法门的当代掌门 正和弟子们说着门派曾经的辉火 边说边取出了一块古朴的硅甲 在这硅甲之上还刻画有三针法门的标志 此物正是三针法门的正派之宝 三针铜月令 众弟子的视线瞬间被此物所吸引 下一刻 却发现掌门的脑袋也然搬下 该说不说 这掌门走得有些突然 众人目光骇然地望着眼前的凶手 这是一具身穿盔甲的涅槃师 此刻他正高举着掌门的脑瓜子痛 都说强扭的瓜不甜 但看得出来很解渴 掌门被顺秒 剩下众弟子的命运何小人知 最终只有门中的小师弟 在师兄师姐的掩护下 带着三针铜月令逃出 时过境迁 公元1906年 当年那位逃出的小师弟 马昭 如今已经成为了三针法门的 第217代门主 此刻正带着他的三弟子高浩光 出门历练 说话间 一只干枯的鬼手从坟地内钻出 这是一具面目猙獰的僵尸 他白天隐藏于此 夜晚则会从地底爬出 去附近的村落偷吃活人 望着一蹦一跳迅速接近的僵尸 高浩光取出一张符路 目光一鸣 手中的符路开始燃烧 下一刻 便化作一道金剑朝着僵尸袭去 可那金剑还未接触到僵尸 就在空中消散了 高浩光见此不由复复 这小老头教的东西果真不套 马昭见此直接抬腿 踩到了僵尸的脸上 将其踢飞的同时 从衣袖中取出一张符路随手逊出 符路在空中熊熊燃烧 下一刻 一定硕大的金元宝便是出现在了僵尸的头顶 慌的一声 元宝落下 泛起一阵金光 带到金光散去 被元宝砸中的僵尸早已化作基层 做完这一切后 小老头覆手而立装出一副高手的姿态 对此高浩光早已习惯 虽然他这便宜师傅平日里不着掉 可一旦认真起来还是挺强的 炼制的俘虏威能竟然恐怖如斯 那当年让他感到绝望的 到底是什么怪物回去的路上 高浩光忍不住说出了内心的疑惑 按理说师傅的师傅应该更强才对 怎么会差点被那种东西给炼了呢 可以想到此 马昭却是心中一叹 神色不由露出悲伤 原来涅槃师分很多种 刚刚他们遇到的那只 是普通人死后 因为某种原因化为的常师 除了力大迅捷 并没有多少灵智 不难对付 而当年遇到的那句 是由生前拥有法力者死后 所化的活师 不仅拥有不输人的灵智 和精铁一般的躯体 甚至还掌握有难以捉摸的神通法术 以当时马昭他们师兄弟的神通 根本对他无能为力 马昭逃出来后 便在这不为人知的三针第三法斧 继续修炼 还收下了三个徒弟 而高昭光最为特殊 因为他是被三针同阅令选中的人 马昭目录恍惚 片刻后 将目光转向了眼前正闭目修炼的少年 只见其拿起一张福禄 双手掐绝 下一刻 福禄在其手中化成一道火焰 可仅仅持去了片刻 火焰便消散了 手中的福禄也化作了尘埃 马昭见此有些无奈地叹道 傻小子 早说了只有自己炼制之福 才能将其微能实成发挥 以用为师所炼的福禄 自然是半成微能都没洗 年轻人 你还得炼 高昭光一脸气氛 自从八岁时 被这不靠谱的小老头 骗到这所谓的三针法 本是没学到不说 奇奇怪怪的东西 倒是学到了不少 总之没有一样是能混饭吃的就对了 说话间 二人回到了三针法门的第三法府 可此刻整座府底内 却出奇的安静 意识到不对劲的师徒二人 赶忙在府内 寻找师兄师姐的身影 下一刻 却是在大厅内 见到了另二人近乎绝望的一幕 师兄师姐 被一具身穿盔甲的涅槃师 掐住了脑袋 当年差点灭了三针法门的 那具活师找来了 僵尸 因死不瞑目而怨气俱火 毫无人性 丧失理智 而眼前这一句 是由生前拥有法力者死后 所化的活师 也被称之为法师 这类涅槃师 不仅拥有不舒人的灵智 还拥有难以捉摸的神通法术 五十年前就是他 差点将老道士 所在的门派灭门 没想到五十年后的今天 他又来了 手里还抓着 马昭的两名弟子 难道之前的惨案 又将重演 气如绝地的洪水 抑制不住地涌上心头 望着神色阴沉的老道士 法师的笑容中 充满了细血 他之所以等到现在 便是想当着 马昭的面 吃掉他的徒弟 然而就在这时 破空声响起 燃烧的皇服 静止朝着法师袭去 轰的一声 轻敌的法师 被这突如其来的 强烈一击 轰的倒飞了出去 五十年光阴仍然 如今的马昭 也不再是当年 那个任人鱼肉的小道士 这一幕看得 身旁的高昊光 很是振奋 可只有马昭自己知道 刚刚那种程度的攻击 根本不能对这巨法师 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眼下自己能做的 只是尽量拖住他 给弟子们争取逃跑的时间 历史仿佛在重演 五十年前 是马昭的师兄师姐 用生命为他 争取到了一线生机 但这次他不能再逃了 他也享用自己的生命 为这三针法门 争取一丝延续下去的机会 于是他将镇派之宝 三针童月令 交给了三弟子高昊光 他用尽一生 都没能参悟出其中的玄机 接下来只能靠他的弟子 高昊光眼神坚毅地 接过三针童月令 像是做下了什么决定 可被对着众人的师父却说 但也记住 莫要勉强自己 好好地活下去 望着师父向黑暗中走去的背影 弟子三人悲痛万分 他们知道 今天过后 怕是再也见不到师父 老当是牵制住了法师 几人趁机逃出 开始亡命奔波 回忆往昔 与师父相处的点点滴滴 开始涌上心头 悔恨 无尽的悔恨 为什么自己可以如此愚蠢 这么多年来 一次都没有报答过师父 一股无力和对涅槃师的强烈恨语 充斥着高昊光的脑海 甚至他都没发觉 此刻紧紧握住三针童月令的手 已经渗出了鲜血 下一刻 胳甲开始发热 一股炫耀的能量 包裹着他漂浮到了空中 渐渐形成了一个三针法门的印记 而在这印记的中心 浮现出一个模糊的虚影 伴随着的还有一道 飘冷的声音传来 当被选中者 对不死者产生天诛的决意之时 便是我等命运焦急之客 跨越时间的避障 向本仙君求助吧 本门的徒孙 随着声音落下 印记内的虚影也开始清晰 在这三针法门的历史上 曾出现过三位神通天下敌 力压万千法门的求法者 太上法尊参义祖师 生死山河主公孙灵祖师 而出现在眼前的 便是被誉为常世万法先君的 江明子祖师 此刻的他正在距禁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 三针法门的第三法 通过门派至宝三针同月令 跨越时间长河 与一千年后的 徒孙高浩光对王 你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有多强 天道出手都未能伤他分好 随手丢出的符路 更是能让这天地变死 万见其疑 此人名为江明子 是三针法门 在公元525年的祖师 乃是史上最强求法者之一 世人都尊称 其为常世万法先君 此刻他正通过 师门的至宝三针同月令 跨越时间长河 与一千年后的 门派徒孙对华 望着出现在眼前的祖师 高浩光仿若 抓住了救命稻草 对着空中恭敬一拜 并开口说道 若你是那千年前 神通广大的祖师 请帮帮我师父 他正在与法事苦战 性命垂危 师兄师姐对小师弟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很是诧异 因为他们看不见 三针同月令 将明子的目光 在高浩光的身上顿了顿 思索片刻之后 传给了眼前的 徒孙破局之法 得到祖师相助之后 高浩光没有丝毫犹犹豫 果断回头朝着府内奔去 这一举动非常冒险 稍有差错就跟白点无疑 所以他并没有跟师兄师姐 解释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情 望着高浩光渐行渐眼 将明子神色冷恋 一句小小的法师 竟敢小瞧我大三针法门 说吧 便是见其取出一张福禄 随手朝着这第三法府内的 一颗醒目的巨石甩去 福禄应声握入巨石前的土壤 做完这一切的同时 将明子还在巨石上 刻画出一个记号 这里是公元525年的第三法府 将明子在此刻种下福禄 并告知一千年以后的 高浩光福禄所在的位置 以此来破解宗门的必死之局 而另一边 心急如焚的高浩光 终于赶回到了第三法府 却是见到失去了一条手臂的马招 此刻正被法师掐住了脖子 望着再次出现在眼前的高浩光 法师眼中充满了细血 而马招此刻却满是绝望 大骂其为不孝独 可高浩光并未理会二人 开始朝着这第三法府的某个方向跑去 这一手搞得法师有些愣神 不过眼下马招已经是强乳之魔 对他够不成什么威胁 于是便将其甩到一旁 准备陪着小家伙完安 而此刻 高浩光也是找到祖师爷 对其提到过的那颗巨石 并且在这巨石之上 还见到了将明子留下的箭头印记 但法师鬼手顺息而至 眼看就要将高浩光抓在手里 轰的一声 突如其来的攻击 令鬼手的进攻猛的一顿 原来是高浩光的师兄师姐赶回来了 虽然不知道小师弟想做什么 虽然知道回头可能会死 但他们还是来了 马招见此心如死灰 脸上露出了谢斯蒂里的绝望 难道今日我三针法门 真的要彻底灭亡于此 可回答他的却是高浩光的一声怒吼 此刻他已经来到了巨石的境界 随着奇异拳轰下 一股强横的法力波动散出 法师心中猛的一颤 此刻他竟然在这小家伙的身上感受到了生死危机 而这危机的源头 便是高浩光手中掐着的那张符路 反王剑阵符 下语 风云色变 天空中无数道剑光盘旋 生生刺耳的剑里 仿若能震碎云霄 从远处望去 一道磅礴的剑阵将整座第三发回到 众人被眼前的一幕惊掉了下来 甚至就连将明子东念路差语 不是惊讶于俘虏的威能 而是吃惊于这小徒孙 居然可以将他炼制的俘虏时程发挥 随着高浩光一指落下 漫天剑语开始朝着法师袭子而去 在二者接触到的瞬间 所谓坚不可摧的身体便是化作了尘埃 剑语顺杀法师之后 静直穿透了山体 消失在了天际 看到自己辛苦修建的第三发 在千年之后 被自家的徒孙摧残成这样 将明子一阵无语 不过这小子也不愧是被三针铜月令选中的人 但还不够 眼下还差着一个契机 时间流转 在公元2020年的三针法门祠堂内 正贵坐着一名穿着校服的少年 而此刻在其手中拿着呢 正是三针铜月令 这大概是我见过最不正经的一派老祖 明明道法天下第一 但却喜欢幻化成女性法式 去勾引一些年轻的公子 此人便是三针法门的祖师 尝试万法先君 江明子也是眼前这个小男孩的老祖 自从上次借助鼓势里 不如解决完整的事情 这三针法门的第三方 再次恢复到了网约的变迹 此刻 高浩光的二师兄黄二国 正仔细查看着手中的三针铜月令 他搞不懂 不论是才华或者美貌 自己都是这么出众 为什么被三针铜月令选中的不是他 马昭美好气的笑骂了一声 从其手中拿回铜月令 并随手丢给了高浩光 既然他这三弟子是被三针铜月令选中之 那就理应交给他来保管 高浩光望着手中的龟甲陷入沉思 片刻后询问师傅 三针铜月令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可老道士却理智气壮地说自己年纪大 不记得这阵派之宝究竟为何而存在 高浩光有些无语 以一副开垃圾般的目光 望着眼前这个不靠谱的小老头 老道士被他看得有些无地自容 怒骂了一声不笑吐 之后便气冲冲地朝着书房走去 带到老道士的身影消失 一个女孩端着饭菜从厨房走出 此人乃是这三针法门的大师姐 苗青青 虽然入门最早 但是心性却最为单纯 经常被高浩光二人的恶作聚气到哭鼻子 一刚玩到之后 高浩光突然发现 自己手中的三针铜月令居然莫名消失了 就在其门头寻找之时 身后传来了祖师江明子的声音 原来此刻三针铜月令再次启动 打通了时间避障 两个相隔了一千多年的时空 又一次建立起联系 江明子透过铜月令与他的徒孙打着招呼 你叫浩光对吧 以后就叫你挥仔好了 莫名其妙地开场 让高浩光忍不住白了一眼 暗自付费 感情不着调 是这三针法门的一脉单传了 对此江明子并不在意 依旧摆出一脸高深莫测的表情 自顾自地说着 却没注意到身后正有一只小虫子朝他飞去 下一刻 这位被公认为史上最强求法者之一的 常识万法仙君 居然开始如一个女子一般的大喊大叫 一派祖师居然怕虫子 高浩光一时没忍住 脱口而出一句真实的娘炮仙君 可没想到下一刻 眼前的祖师爷 竟真的化身成为了一个女子的模样 并且还声称自己三层的人生是以姑娘深度 甚至还成为了不少年轻公子的梦中情人 望着眼前一瓶一笑间 竟显娇媚的祖师爷 高浩光只觉得心中泛起一股恶寒 这家伙属实是带蛤蟆爪青蛙 长得丑丸的滑 一番玩闹之后 将明子神色一阵 开始说起了三针同月令存在的意义 太古以来 国人与涅槃师的争斗从未停止 纵使求法之人战死无数 也没有任何净灭敌人的可能 其根本原因便是一个名为万叶事先的存在 它是诞生诸多不死师的源头 一个跨越了因果的怪物 它同时存在于过去 现在和未来 三个因果之内 在任何一个因果十点都无法将其净灭 它无尽的复原会使你的一切努力 都如竹兰达水般没有意义 当然这一切的结论都是在三针同月令出现之前 经过了三针法门多位祖师千百年的潜行研究 终于是悟出了一个可以净灭速敌之法 那便是由三针同月令 在三个因果十点选出合适之人 由他们在三个时间点同时 净灭这个涅槃者之王 不过现在还差一人 但本仙君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他一定会出现在这因果之中 本仙君要你变强 然后在某一天 与我等一同消灭这涅槃者之王 随手一张独物便论 苍穹变子 万箭其名 此人便是史上最强求法者之一 常识万法仙君 将名字 此刻 他正借用至宝三针同月令 跨越千年时间长河 来不止一个可以禁灭万叶事先的杀局 而眼前这个白毛 就是将名字一千年后的独自 高浩光 亦是被三针同月令选中之人 听着祖师说完 世门至宝存在的意义之后 高浩光难以平静 但他却不打算让师父等人知道这一切 老道士已经很老了 偶尔还有点痴呆 让他省省吧 而大师姐为人不于温良 他不适合涉险 二师兄皇胖子很贱 但也不坏 也是被家人抱以期待的独苗 只有自己从小就是一个人 没什么牵挂 像是看出了高浩光心中的想法 江明子略带深意地说着 听好了 若不想他们卷入危险 就把你脚下的地面挖开 那里有可以给他们保命的事 高浩光望了一眼脚下 忍不住嘟闹了一句 真麻烦 见此江明子笑骂了 臭小子 你就不能感激替零一点吗 说吧 便是见其拿出一个刻画 有三针法门印记的木侠 公元1906年的时空内 高浩光一拳轰向了脚下的地面 与此同时 身处公元525年的江明子 相当于江明子事先将买宝的地点告知高浩光 随后他在自己的时间线埋下木侠 等到了一千年后 再由高浩光将其挖出 高浩光打开木盒 其内放着一个卷轴和一本红皮书 江明子此刻虽然看不到他这小徒孙的保险 但却不断地用言语引诱他将卷轴拿起 因为那个卷轴其实是江明子炼制多年的保陆 只要被人触碰 就会将附近之人带往他事先布置好 那些被江明子种下因果的地方 即便有着岁月隔离 他也想将这位小徒孙彻底掌控在手里 变成他的一具傀儡 可不料高浩光并未去触碰卷轴 而是拿起了底下的那本红皮书 明子日识看着像一本日记 可正经人谁写日记 说吧 他便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祖师语 却是见到此时的他也是一脸懵圈 将明子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自己埋下木盒时明明只放置了卷轴 而且那本日识词和还在自己的身上 为何一千年后 为何卷轴一起出现在盒子里 难道在之后的岁月里 自己会因为某个理由 也把这本日识放进这个匣子 可这个想法很快便让将明子给否决了 因为这里面的东西 是绝对不可以让别人看到的 说吧 他立即制止高浩光翻开书本的动作 可奈何他这部校图孙是一头小倦驴 他越是制止便越是勾起高浩光的好奇心 对此将明子有些无奈 这小子还真的有点意思 看来自己只能先听 或者换一本写日识了 之前留下的内容已经无法修改 因为已经发生的因果无法改变 即使强如他也不行 然而就在这时 一旁的黄胖子望着木匣中的卷轴 很是好奇 伸手就要将其拿起 高浩光剑刺赶忙制止 但为时已晚 就在黄胖子手处碰到卷轴的一瞬间 一股玄傲的能量将二者笼罩 紧接着 二人便发现 身体不受控制的悬空而起 随后卷轴发出了一阵嗡鸣 带领着高浩光二人朝着远空飞去 将明子眼眸微微眯起 虽然多了一些小插曲 但可算是让这小子上讨 那么现在就让本仙君看看 这小子到底有多少精良 光阴流逝 时间来到公元2020年 在三针法门的祠堂内 小男孩打开了一个墓霞 在其内静静躺着一本书记 浩光日誓 应该是一本日记 男孩默念了一声 浩光祖师 独孙失礼了 随后翻开了这本日誓 可其上记录的信息 却让他的三观有些崩塌 将名字是个归轮 这是一个诡异的村子 他们用博人作为祭品 祈求能换来平安 可他们供奉的不是神秘 而是一具僵尸 此时 被卷轴悬傲能量包裹着的 高浩光二人 正朝着某个方向急速飞行 究竟会被带往何处 二人不知 但该说不说 就这师兄弟俩的飞行姿势 着实是有些量 没想到灰在小小的迹 玩得还挺变态 这一路上 高浩光化身祖安文取心下轮 在心中怒骂了 江明子这个不靠谱的祖师爷八百年 就在其酝酿第801变的时候 身前的卷轴突然发出一阵轻颤 下一刻 竟直接转变方向 带着二人朝着身下的山林间落去 高浩光四下忘了忘 刚刚被卷轴包裹着 一直朝东北方向飞了五六百 竟然都已经快到徐州府了 可这仅仅不过是一顿饭的功夫了 不得不承认 那个所谓的王八仙君真的很强 可以想到那或是一个 有着严重女装品变态 高浩光发现 自己对他写的日记更感兴趣 一想到此 他迫不及待地翻开日识 想好好观摩一番 祖师爷往昔的风台 可映入眼帘的两个大黑弹子 着实让其有些怀疑人声 翻看了整本日识 每一页上都是形态各异的大黑弹子 且毫无章法可言 更别说能看出什么信息了 高浩光有些无语 然而就在这时 从远处的山林间传来了女子的声音 像是在唱一首歌谣 二人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寻触 鸟儿绝 鸟儿绝 镇镇星云照山林 风而灭 风而灭 镇镇温帐活人节 奈何白大血 熄了家家户户灯 九十七声绝 愿意沉乱定根处 不作扶贫随波流 奈何药郎节 成了一心脏中也 九十七声灭 这恨不绝 死罪不灭 随着歌谣生病 高浩光二人也见到了传出这歌声的主意 一个衣裳破旧的女孩 可为什么一个女子会孤身一人出现在这山林间呢 就在师兄弟二人不解之时 忽然在女孩的身后出现了几道黑衣 正颤颤巍巍的朝着她走去 这居然是几具面容干枯的僵尸 他们伸手朝着眼前的女孩抓去 可女孩却始终没有动作 就这么静静的坐着 一言不发 见此 高浩光二人立马从草丛内钻出 三下五除二便将这几个货给踢飞了出去 僵尸菜的有些出乎二人的意料 脚感软弹 只是几具最低等的长尸 女孩回头望了一眼这忽然唤出的二人 依旧一言不发 神色始终很平静 被踢飞的僵尸再次爬起 朝着几人袭去 虽然数量有点多 不过仅仅只是这种程度的话 对几人倒也是够不成威胁 只见黄胖子目光一鸣 从衣袖中取出几张葫芦 双手掐绝 下一刻手中的葫芦便是化成了七枚金灿灿的铜钱 朝着逼近的僵尸击射而去 可这几个货虽然战力不行 但身体却灵活的不像话 竟将飞来的铜钱一一堵过 可还没完 一击落空 胖子控制着七枚铜钱合而为一 最终 在僵尸的身后 形成了一个特大号的二股通宝 随着黄胖子一声前来 铜钱急速飞回到胖子头顶 同时带回的还有几颗僵尸的头颅 可恶 又让他给装到了 但事情好像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此刻 在那被鸡飞的长尸头顶处 突然睁开一只星红的树桶 并从其中传出一道沙哑的声音 咱有冒犯过二位求法者吗 这一幕让黄胖子很是震惊 这僵尸居然有灵质 难道是一具法师 一旁的高浩光看出了端倪 不是法师 至少眼前这一句不是 这四具长尸应该只是被操纵的仆从 而正主应该在别的地方 眼下只是在戒体传话 下一刻 那只血红的树桶视线转向了一旁的女孩 小姑娘 把这两位活着绑给咱 如若不然 就拿你们全村322口人的性命来做赔偿 说完 那只树桶缓缓毙火 消失无踪 这是一具存活了千年的僵尸 他以活人生机为食 但却被附近的村落尊称为上师大人 甚至还提供活人祭品作为供奉 然而这一次 就在其准备享用祭品时 却被意外闯入的高浩光二人制止 这令其很是气负 僵尸吃人在他认为是天经地义 更何况有时候 人也会吃人 真是欺世太甚 说到此处 三眼僵尸目光一鸣 他在高浩光身上感觉到了一种熟悉的契机 这让他想起了一个人 一个令他恐惧了一千多年的杀心 将明子记忆抑制不住地涌上心头 时间回到公元525年 刚坑完小徒孙的将明子正一脸暗爽 想来那个卷轴也该把他们带到本仙君留有印记的附近 虽然本仙君也不清楚会被送到哪里去 不过 若他无法通过这个历练 从而丢掉性命的话 那也只能证明同阅令选错了人 如此也只好继续等下一步 毕竟这小子还太嫩 如若不速速变强 怕是带本仙君等到寿元耗尽 也无法完成诛杀万叶失先的大叶 然而就在这时 从远处传来了呼救声 似乎在十里之外 正敢乏味地尝试万法 仙君准备去看看热闹 都说高人的性格大都古怪一场 将明子意识如此 一旦好事起来 分车路过他家门口 他都想拿个勺子尝尝咸淡 而另一边 几个进山采药的村民遇到了涅槃狮 正在亡命奔波 领头的那具僵尸 眉心处生有一只血红的树桶 正是一千年前的三眼阁 一节树枝破空袭来 净直穿透了一个村民的胸膛 望着好友横死 村民白大伸枝在劫南逃 便是准备拼死为好友报仇 却见身后的法师净愣在原地 目光正正地望着远方 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而此时的空中 一道神红瞬息而至 此人正是将明子 本以为只是些寻常的山贼 没想到居然是涅槃狮作祟 这下先君更兴奋了 他可太喜欢收拾涅槃狮了 毕竟专业对口啊 一道震天汉地的恐怖威压营练习来 距离此地几百公里外的某处山洞里 三眼哥的本体目露骇然 来人散发出的惊天压力 令他原本早已冷掉的小心脏 开始疯狂跳动 糟糕 这是心动的感觉 在如今的天地间 能身负如此修为的 恐怕只有传说中的那位 常识万把先君了 三眼很想直接切断 与傀儡间的联系 可目睹这史上 最强求法者出手的机会 千代难逢 左右只是一句傀儡 三眼决定再看一看 见到涅槃师表现出一副 有恃无恐的模样 江明子意识到眼前 这句不是本体 是想见识本先君的术法吗 既然如此 那我如你所愿 说罢便是见其抛出一块玉玺 此乃三针法门的神通 三针追空袭 玉玺飞出片刻后便凭空消失 再次出现时 已经来到了三眼的胸口中 此树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唯一的作用便是追踪 种此树者 便被江明子种下了阴谷 无论身处何处都会被骑损 远在百里之外的三眼本体 望着胸口处浮现出的印记 心中满是骇然 他知道这次玩脱了 传说中落到江明子手中的涅槃 全部都会被折磨的后悔 变成不死之身 一想到落到江明子手中 会遭受的后悔 三眼眉目紧锁 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抽出刀将自己分尸 只留下一线生机 他要借此沉眠 带到错开江明子所在的时代后再苏醒 随着三眼的自裁 江明子一世有所觉察 随手解决掉几只被操控的傀儡之后 便陷入了沉思 想凭借漫长的时间 把本仙君熬死 江明子一瞬间就知晓了三眼的想法 不过就算他暂时中断了追空印的追踪 其自身的伤势恐怕永远都无法治 正好他留给高浩光的卷轴 是专门追踪追空印的 那就让这句法式成为灰仔的试经师吧 你知道这个小女还有多惨 他家世代都被当作祭品献祭给僵尸 只因其祖先乃是村里的罪人 此女名为白晓晓 乃是附近黑山村人士 虽然年纪上小 可依然逃不过被当作祭品欲 就在其即将丧生于僵尸之口时 却被意外闯入的高浩光二人所救 可女孩非但不敢气 甚至还要将二人绑一起献给僵尸 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 那作为赔偿的 将会是他们全村322口人的幸福 于是他便以咬蛇自尽作为威胁 带着高浩光二人前往黑山村 一路上高浩光问起 之前听白晓晓唱过的那首诡异歌谣 可他却说那是一首童谣 而且已经在黑山村流传了千年之久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是一个比当今还要纷乱的事 但处于深山里的黑山村村民 却有着外界不敢奢求的安逆 也正因此 作为当时村里唯一会看病的药囊 受到了全村二百余口的共同爱戴 他们把他视为英雄 可是有一天 村中出现了一种疫病 一种不该存在于这世间的怪病 但凡染上此病之人 都会出现身体的残缺 有的消失了眼睛 有的消失了手脚 虽然都不致命 但也无法远离村主 从开始的一名病人到两名 再到九十余名 村子里半数人口都染上了此一病 正在众人绝望之际 去深山里采药的药狼归来 他说自己寻得一种仙药可治愈此病 所有人都相信了他 可他却骗了所有人 原来药狼所指的仙药 便是他的血 而他的血 把服下之人全都变成了一滩血水 共有九十七口人 净半数人口在极度恐惧和痛苦中死去 后来村里流传着 那场疫病其实都是药狼 为了拿活人试药才出现 在那之后 药狼便离开了黑风村 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却留下了很多口口相传的恐怖故事 而这位药狼便是白小小的祖先 名为白大 也是因为他们祖上对村中人有欠 是有罪之家 所以从去年出现了药狮所要活祭时 他们家便承担起了祭品责任 这一年来 先是白小小的父亲 再是其娘亲 先后都被当成祭品献给的僵尸 直到今天 终于是轮到了白小小 可白小小不怪那些把他送过来的村民 他只恨自己千年前的祖先白大 但这在黑风村流传了千年 口口相传下来的传说真的是真相吗 时间回到一千多年前 在黑风村出现怪病之后 药狼白大与好友一同进山寻找 可以救治怪病的药草 没想到路上却遇到了涅槃师 就在其即将丧生于僵尸之口时 被路过的江明子所救 在见识了仙人的神通之后 白大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许诺愿意一生一世事奉将冥子 只求其能出手救救他们黑山村 在听完白大的描述之后 将冥子却说那根本不是病 只是寻常的诗温罢 涅槃师以活人为识 而有些掌握神通者 可以用自身的黑血来蚕食活人性命 他们常常会把诗血滴在凡人常用的水源处 如若是身体强健的凡人饮用 倒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若不是的话 慢慢的饮用者身体便会一部分一部分的消失掉 直到最后会消失无中 而被蚕食地生成 绘画成法力 融入附近那黑血主人体内 助其修行变强 听完将冥子的解释 白大瞬间明了了很多事情 在此一病出现之前 村里曾有人见过额头上长有巨眼的怪事 在村子的附近出没 跟之前追杀白大等人的那具僵尸一样 不过眼下已经被将冥子随手解决了 此件事了 顿绝乏味的先军便是准备离去 白大情急之下 再次开口请求将冥子救救黑山村 帮那些染病的村民恢复往昔 可凡人生老病死自有阴影 将冥子不小插手 但奈何白大是一个彩虹屁大城镇 正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在白大一顿输出之下 飘然离去地将冥子脚步一顿 回头来了一句 只帮一点点哦 这是一句存活了千年的僵尸 为了修炼神通 他将自身的血液滴落在附近村落的水源内 只要喝过此处水源之人 身体便开始一部分接一部分的消失 直到无影无踪 而这些被蚕食的生者 最后会化成法力 融入到涅槃师的体内住其休息 作为村子里唯一会看病抓药的药了 白大决定与好友一起进山 寻找可治疗此异病的药草 可没想到却陆遇涅槃师 好友惨死 白大侥幸被路过的先君所救 在从白大口中得知了 黑山村流传异病的症状之后 将名字明了 这根本不是病 而是湿温 于是赐下一枚仙丹赠予白大 这是一种罕见的续命丹药 只要将其磨成粉末混入水中 让每个染上湿温之人浮下一步 就可以让失去的身体部分找回来 白大慎重地收起丹药 接着又是对着江明子疯狂 输出了一顿彩虹屁 虽然明知是拍马屁 但看得出来先君很受用 之后白大对着江明子郑重一拜 便是准备告辞 可在回去之前 他得先把好友的尸体给埋了才行 为了防止尸体被野兽扒出吃掉 他还用可以卖钱的草药来掩盖气 江明子侧目望了一眼 这药狼还真是一个烂好人了 只是在这个战乱之时 杀人与割草无异 道德早已沦丧 这种人真的能活下去吗 然而就在这时 三针铜月令的能量恢复 时间避障再次被打通 他看到了徒孙高浩光被卷轴 带到了黑山村 更是看到了白大的结局 被世人称之为先君的江明子 此刻眼中却露出了悲鸣与无奈 他默默地看了很久 一直等到白大给好友立完分钟 见白大再次对着自己一拜准备离去时 将明子忽然叫住了他 随后在白大一货的目光中 取出了一坛自己珍藏的百年佳酿 他成了一碗给药狼 眼神中虽然仍旧是一片淡漠 但却又好像多出了些什么 先君举杯尽眼前的凡人 白大相识极是种缘分 就用这杯百年佳酿 未辱送行 光阴流逝 时间来到了一千多年后的黑山村 见白小小平安归来 村里的小朋友们都很开心 因为祖先白大的缘 白小小一家在村里很不受待见 与其要好的也只有这些涉事为深的小妹 几人刚进村不久 就被路过的一位大婶撞见 白小小刚想解释什么 却被她的一声尖叫打破 大婶使出狮子吼 一时间白小小活着回来的消息 传遍了整座村落 黑山村的村民开始朝着此地聚集 将几人团团围住 从人群中走出一名中年男人 愤怒地看着眼前 此人便是这黑山村的村长 白小小想说些什么 可话到嘴边却又羞愧地低下了头 村长见此上来直接就是叶尔光 还说白小小就是个贪生怕死的臭丫头 祭品送去后山就没有一个活着走出来的 说到最后甚至还开始拳脚相向 围观的村民亦是如此 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丑味嘴脸 开始大骂白小小不要脸 与其祖先一样是一个小祸害全村的畜生 站在一旁的高浩光看不下去 只有懦夫才会欺辱弱者 而懦夫也没资格称之为弱者 村长还在思索高浩光说此话的意思 下一刻便被奇异全轰地倒退开来 眼看这个外来的灰毛小子居然敢对村长 顿时惹得村民们群情激愤 为首的几位甚至直接出手 想要教训一下这个矛头小 但好赖高浩光也是个囚乏者 平日里面对的都是僵尸 现在对付起凡人来自然不在话下 眼见这小子如此难缠 村长命人挟持了白小小 并用其性命作为妖卿 让高浩光等人束手就擒 夜晚时分 在了解了后山发生的一切之后 村里人一致决定将三人一同献祭给上师大人 在这个纷乱的时代 人命如草剑 不时还有路过的马贼前来村子里坐 就在黑山村风雨飘摇之时 这附近出现了一具涅槃狮 而且还是一个极其讲究性意之旅 只要周遭的几个村落定期供上纪彼 他便是保佑附近村子的安泰 但眼下祭祀却被高浩光等人破坏 所以他们决定将几人一同陷阱 只求能平息上师大人的怒 这是一具存活了千年的僵尸 他虽然是以国人的生机为食 但却也是一位讲究信用之辈 在这个纷乱的时代 人命如草剑 人与人之间的弱肉强食 远比僵尸吃人要出现得多得多 你不知道哪一天 会突然跑来一帮马贼将整个村子停 为了让村子能在这兵荒马乱的乱世中安逸存 黑山村的众人决定 定期供上活人祭品给僵尸享用 并尊称其为上师大人 只求其可以庇护他们的安宁 僵尸接受了众人的请求 至此黑山村算是获得了一时的安逸 如被圈养起来的家畜一般 在这乱世中苟延残喘地存活了下来 眼前这群人在乱世中求生存的方式 虽然令高昊光不耻 但他却找不出反驳的理 突然在高昊光背后的天空中 渐渐浮现出一个三针法门的印记 三针同月令再次开启 时间避杖打通 将名字静静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高昊光再次出言 没有围墙的家畜都知道逃跑 难道你们就没有想过离开这里吗 这一句话彻底激怒了村长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上千年 世代以耕民为生 在这个乱世离开这里 没有谋生能力的他们又能到哪里存活 更何况上师大人神通广大 供养他的村子有三个 这一年来就没有听说 哪个人能活着逃离这里的 说吧 他又将目光转向了白小小 相比之下 他家祖上害死了黑山村村民 要比上师大人多了数十倍 一千年前正是他祖上要老白大 用怪要取走了黑山村97口信用 这里每户人家都留有白大的人立着 既然是债 他白小小一家欠命还命有什么错 听到了黑山村长的叙述 透过三针同月令知晓了 这一切的江明子微微侧目 他深深地望了一眼 身旁正在埋同村好友尸体的白大 而一旁的高浩光 却因这一村子人的愚昧感到愤怒 眼下白小小已经没有其他家人了 若他死了 你们之后是否还要拿自己的家人来作为祭品 这个问题 顿时让村长几人一阵语色 他们自然明白 真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会去抓一些路过的外人作为祭品 高浩光愤怒 这帮人总算是露出他们的丑恶嘴脸 什么欠命还命 都不过是为自己的软弱和下座找借口吧 内心的阴暗被戳破 村长几人气急败坏地离去 他们此刻恨不得上师大人早点出现 吃掉这个牙尖嘴利的灰毛小子 眼看事情已成定局 白小小默默地流下眼泪 倒也不是害怕死亡 而是觉得难辞其咎 明明是因为自己才把高浩光几人卷进来的 可他们却依然如此帮助自己 这让他感到非常的内疚 可即使面对如此危局 高浩光依旧一脸平静 他询问白小小想不想去山外探满 白小小默默追忆 他曾听偶尔出山采药的父亲说 山的尽头有一望无尽的海 一望无尽的城 有很多很多他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那里的人应该不会知道他们家是有罪之身吧 话音落下 忽然从三人的头顶传来一声叹息 而传出声音的赫然是一具长有星红巨铜的僵尸 这大概是我见过最有原则的僵尸 他的信条便是 有债必偿 有恩义必还 望着突然出现的僵尸众人皆是一惊 甚至就连将名字都目录差异 他透过三针同月令跨越时间长 望着一千多年后的三眼 果然是这个家伙 是刚刚那个自觉了的本体 但怎么怪 这句法是为了躲避他的追杀 只给自己留下了一缕生机 凭借修炼的话 就算过了一千多年 也断然不可能恢复成这样 难道他有同伙助他治疗伤势 仙君表示有些不解 一旁的黑山村村长 硬着头皮上前恭敬一半说着 上师大人 这二人和祭品全都交给了 可三眼却郁闷地挠了挠挠咳 天意不止弄人 连涅槃师都不放过 说罢三眼便开始了自我介绍 生前的名字他早已忘记 至于上师这个称呼 是那些供奉他的村民乱情 他并不喜欢 他更喜欢别人叫他三眼 这样显得亲切一些 而他的信条便是有债必偿 说罢便是见其抽出腰间的佩道 准备对冒犯过他的高浩光二人出手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白小小拼尽力气喊了一声助手 三眼砍笑二人的刀劲 真的生生顿住 这一幕就连是兄弟二人都乱了一下 他们搞不懂这句法是想要做什么 但三眼并未理会他们 将刀收起 望着身前的白小小说道 助手啊 咱亲切活 随后他便又是开始继续自我介绍 他说自己已经在这世界上 不死不活了一千六百零年 虽然小心眼 但品行温良从不为了娱乐杀人 唯一的娱乐或者说事后 便是看着一根小树鸟 一天天的长刀长粗 比一比谁能活得更长久吧 在成为法师后 他也觉醒了天赋神童 说吧 三眼抬手指了指自己没心处的那棵新红树桶 此树名为戒人真木 被此木所释放的树法击中的活人或者死人 都将成为他的傀儡 师术者可以随意控制傀儡的四肢 但可惜也只能控制四肢 所以还是对死人比较好用 师术者也可以把此木戒与傀儡 当然 只要师术者的意识健在 就算身体四分五裂 此神通依然会由师术者掌控 旁观的众人被三眼这一番自言自语搞得有些愣事 与其说反派话多 倒不如说是他在向谁交代着什么 又是说起了自己的一些过往之后 三眼突然目光一鸣 将视线转向了身前的白小小 你是叫白小小对吧 有个叫做白大的祖先 你怎么看咱 白小小银牙惊咬 就是眼前这个怪物夺取了他父母的性命 他恨 他想给父母报仇 三眼目光微垂 与其依旧淡漠 涅槃是收割活人性命来修习神通和续命 咱觉得天经地义 而你爹娘死于咱手 你恨咱想报仇 也是天经地义 不过有些事情咱还是要讲清楚 讲个明明白白 因为那并非天之惊也 地之惊也 接着 三眼便是跟众人说起了一个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个位于深山 叫做黑山的村子内 在这里有着一名叫做白大的要狼 那白大本是一个连大字都识布的几个汉人 但常年建村中有病无疑 本性善良的他便花费了半生习了字 学了医 救治了不少人 也被不少人尊敬着 白大有一老 一妻 一子 还有未嫁到隔壁村的妹妹 他们一家都住在黑山村外 那一年黑山村出现了一些异常 白大觉得是一种异病 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出现了 身体某部分逐渐消失的病例 直到现在黑山村也不小 那次异病 其实是三眼的神通所致 因为以活人的生命修行变强 这便是涅槃师的大道 后来白大发现有强生作用的草药可缓解此异病 他把周围所有山都走遍了 收集了所有 但还远不够 被异病所苦的村民太多 他去了更远的山中去搜寻 这一去就是半年 但他自己都没料到 他真的得到了解决此异病的妙药 他激动万分地回到了黑山村 本以为是隔半年历经艰险 总算能换来大家的安宁 可回到家 他看到的却是仿佛地狱的一幕 娘亲 妻子 儿子都被吊死在了家门前 你知道什么叫做人间饥饿吗 这是一个位于深山之中 与世隔绝的村落 在这里几乎每家每户 都有人染上了一种怪病 染病之人身体 从某个部位开始逐渐消失 此刻 黑山村的村民们还不知道 这其实是他们 饮用了被僵尸血液污染的水源 而住在黑山村外的白大一家 因为跟其他村民 饮用不同的水 所以他们家成为了 唯一医护没有感染到 疫病的另类 在白大远赴深山 为染病的村民 寻找救命药草的半年内 村里开始有了一些留言 他们开始猜疑 为什么这一病 没有影响到白大一家 凭什么他们有着健康的手脚 有人说白大经常研究怪药 甚至还会拿动物饰药 他们开始怀疑 自己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也是白大饰药的结果 而且白大消失了这么久 估计早已死在了 兵荒马乱的山岸了 愚昧和妒忌勾起了 村民内心的丑恶 他们把目光 转向了白大家中的 老残和母血 你们听说了吗 只要吃掉白大 他家人的身体部分 咱们消失的身体 就会长出来 时隔半年 终于在深山中 寻得仙药的白大马怀 激动的归来 尸体更是残缺不全 娘亲的眼球被弯去了 妻子的内脏被割去了 儿子的手脚被砍去了 撕心裂肺的痛 白大的瞳孔瞬间凶 他不敢相信 眼前所见到的一切 质恨的血泪涌出 他第一想到的是 山北或者是路过的军地 可村里还有些 良知的孩子却告诉他 这些全都是黑山村村民所为 太阳和人性 是世上最不能直视的东西 知道了一切的药狼 再也抑制不住 内心滔天的黑 他想报仇 但一个凡人 能对这么多人做出什么吗 就算白大拼尽全力 也不过换来的 几乎当场死亡的重伤 他逃了出来 唯一支撑 其还在呼吸的只有仇恨 这个仇恨甚至使 他坚持了数天而没有弃绝 但他知道 凭自己永远不可能复仇 他也知道自己正慢慢死 直到他仿佛听到了某种呼唤 他拖着半死不活的身体 来到了一个山洞前 这里便是三眼自觉的底 此刻的三眼已经陷入了沉眠 之前为了躲避 将冥子的追杀 他用神通将自己斩的 只留下了一缕生机 这本事不治之上 就算过上万年 也断然不可能恢复到往昔 等待三眼的 几乎是无尽的黑暗与孤寂 但他万万想不到 那时给自己带来光的 居然会是一个凡人 白大此刻已奄奄一息 他拿出了将冥子赐予的丹药 这原本是为了 黑山村的村民所求 而且只要此刻 他吃下这颗丹药 便能活下去 可他没有这么做 他把丹药给了三眼 给了这个祸害了 他全村的源头 正是这颗丹药 给了三眼痊愈的希望 他问白大就自己的原因 可白大却说 想让他继续知前所为 因为这可以成为他的复仇 之后白大又说起了 村中发生的一切 本来这对三眼来说 只是并非显见的人间恶事 可白大对他有续命之恩 不能以寻常凡人看待 所以白大的仇三眼接下 他用天赋神通 借原真目控制了白大的尸体 他想让恩公亲自用手完成复仇 于是三眼控制着白大 再次回到了黑山村 用神通加速 吸收了那些真正有罪之人 即便过快的吸收 反而会对身体有害 但这次他不畏休息 而是有债必偿 在那之后 三眼好生安葬了白大的尸体 而白大他们家 也只有其妹妹那一戏 还有后代延续着 为了不让香火断绝 所以依然让自己的后代性来 只是想不到 后来这一戏 还是驻回了黑山村 以上便是三眼讲的故事 密是黑山村恩怨的前因 太阳与人性 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执视的东西 可我敢执视太阳 却不敢执视人性 听完三眼赘述了 白大传说的前因 一直站在道德制高点 以受害者自居的村民梦光 这与他们各家各顾 流传下来的事实不符 而作为旁观者的三针法文记 亦是对这个结果感到奋灭 就算贵为先君的姜明子 都不能免读 沉默少许 三眼将目光 转向了世上仅存的白大后人 白小小 而你爹娘死于咱手 便是后果了 原来三眼平日里 虽然会时不时地抓取村民 或者马贼前来享用 但却会刻意避开 还存有白大后人的那个村子 但想不到天意弄人 周围几个村子的老一辈 看出了有涅槃师在杀人 他们为了不将祸害 引到自己家子 刻意找到了三眼 说可以定时献出祭品 来交换他们的安全 对于生来懒散的三眼来说 这确实是不想拒绝的好事 之后他们便将村子里 那些被孤立的人 对他们不利的人 想夺取其土地家产之人送了过来 一直到白小小的父母 也被送了过来 三眼并不知晓 这是白大的后人 他们本不该死的 但他们又确实是死于三眼之上 说完 三眼传出一声叹息 既然是白大的后人 那便不能以常人来待 随后他将目光望向深浅 白小小 刚才所说的一切 是你想看到的证据吗 想要消灭咱为你爹娘报仇吗 想要为自己祖先所受的不公 为自己家这一世 受到的不公报仇吗 只要你说一句想 咱便会去做 咱的信条是 有债必偿 听完一切始末的白小小 已然麻木 唯一过往 那时候爹娘还在 一家三口在摊桌 聊着村里发生的去世 日子虽然过得平凡 但盛在温馨 可忽然有一天 村长带着人来到了白小小的家中 他们指着父亲怒声呵斥 这是你们祖先欠我们全村人的债 只要你一个人当祭品 算是便宜你了 父亲并没有反抗 因为他觉得只要他去了 就可以保住自己的亲女 他笑着跟白小小说 自己只是要出一趟园 可时间过了很久 他都没有回来 诺大的一个家 只剩下了日渐沉默的女儿 和每日强颜欢笑的娘亲 可他们没想到 父亲的离去只是悲剧的开始 村长再次带人找上门来 那一天 娘亲笑着说他要去见爹爹了 还说这次之后 村子里的人不会再为难他们 临别前 娘亲嘱咐白小小 不要责怪村里人 因为这是他们家欠下的人命债 此一去就当是还债了 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 娘亲的话语 人心的丑恶 世道的不公 无不冲刷着白小小的理智 他想问问黑山村的三百二十余口 到底是谁欠谁的人命债 三眼抬手掐绝 眉心出的树桐散出一阵刺目的光芒 下一刻 星红的戒猿 真目便是出现在了其手中 高浩光剑刺赶狼大喝 他想让白小小冷静 可凭什么 白小小语气淡漠脱口而出一个字 没有丝毫犹豫 三眼将手中的戒猿 真目授予白小小 一如对当年的恩公白大一板 这一次 他也想让白小小自己亲手来抱着血海深仇 这大概是我见过最有原则的僵尸 仅仅是因为恩人的后背想让他死 他便自裁于自己的刀下 天意弄人 千年债场 在白小小说出那一句他想报仇后 三眼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戒猿 真目授予白小姐 这是三眼的天赋神童 同时也承载了他的记忆 此刻祖先白大的每一句恨 白小小都仿佛能亲耳听了 真真切切 这千年的血债是他们欠我们的 可为什么还债的却是我们 一行血泪从白小小的眼角滑落 三眼目光垂下 再次用他那沙哑的声音开口道 咱的神通和记忆你收下了 你也应该知道 只要咱们意识健在 这神通的主人只能是咱 白大的后人啊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来吧 为你爹娘报仇 白小小沉默少许 终是吐出一句 你自裁吧 又一次吗 望着白小小的背影 三眼神色中透出些许复杂 实在是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啊 上一次自裁是为了狗活 而现在是为了偿还他欠白家的人命贷 只不过这一次似乎没有留守的理由 可他不后悔 这是他的原则 有债必偿 随着一阵刀光滑过 三眼的身体瞬间四尊五裂 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余地 鞋碎上有恩仇意 人间止于名利心 这下咱不欠你们白家了 这是三眼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迷流之际 他目光凝望远处的山林 在那里有着一棵巨树 他比周遭的树木长得更加高大 这是三眼在一千多年前 刚可以行动的时候种下的 此后 他每过几百年醒来一次对着树木发呆 这是三眼平日里唯一的乐趣 看着小树苗一天天的长大 李懿比谁能活得更长久 可惜 他终究还是输了 随着三眼的意识彻底消失 白小小掌握了戒人真目 此刻 他要将白家世代所受的不公一一讨回 高浩光二人想要上前劝说 可为十一晚 无数道星红的树法 同他眉心间散除 煞世间 整片天空被染成了血红色 没有丝毫犹豫 白小小控制着戒人真目 向着村民席去 树法红光在接触到那些村民的瞬间 便禁止没入众人的体内 下一刻 村民们惊恐的发现 虽然意识清晰 但自己却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权 他们眼睁睁的看着 自己挥刀砍向了虎肉 情深的至亲 砍向了相濡以沫的爱人 砍向了情同手足的好友 一时间 无尽的绝望弥漫了整座黑山村 喊沙声 哭喊声 不绝于耳 此番人间惨剧 让高浩光二人有些于心不忍 这些村民死不足惜 他不想叫 可这毕竟是人命 虽然知道怎么选择都是错 但二人还是出手制服了失控的村民 白晓晓语气冰冷地置问二人 你们为何要助他 难道他们的祖先 和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不该死吗 不该吗 白晓晓又是重复了一句 仿佛在询问自己的内心 高浩光神色复杂 真的不该吗 他心中亦没有答案 就在这时 一旁的二师兄弟来几张福禄 眼下白晓晓只是初步掌握神通 也没有法师那强悍的身躯 二人合力或许能尝试将其制服 说话间 黑山村村长上前恭敬一拜 此刻他们真的怕了 低声哀求高浩光二人的庇物 身后的众人见此赶忙出言复合 可他们的言语间 丝毫不提自己犯下的过错 他们说白晓晓就是个妖孽 高浩光属实是被恶心到了 一拳轰飞了身旁的村长 他沉默了许久 艰难地朝着白晓晓说道 以人的立场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还不该死 那个村长交给你处置 你可以冷静下来谈谈吗 可白晓晓的回答却是 黑山村的人都要死 声音依旧柔弱 但却透着坚决 一句渊渊相报就像一笔勾销 简直划天下之大计 高浩光语色 如果换就是自己 他也一定会想个 杀光这里的所有人 他在想 自己是否有资格站在这 真的值得为了这帮畜程 跟白晓晓作战吗 他该如何是好 究竟是怎样的深仇大恨 竟让一个女孩狠心 突变了全村三百余口 此刻白晓晓再次祭出 戒人真目 滔天的星红血盲席卷 一旁的高浩光单手掐着服务 可脑海中却撕去万千 他不想阻止白晓晓 他想让其完成复仇 杀光这帮畜程 可站在人的立场 真的可以让这么多人 在自己眼前被夺走性命 这世上好像有很多事情 不能用对与错 善与恶来衡量 一切皆因所战的立场不同而已 高浩光忽然觉得 自己根本没有判定 这一切的资格 可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白晓小将会有事沉沦 为什么出现这一切 如果这一切从未发生过 如果千年前的那些 从没存在过 高浩光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三针法门的祖师 江明子 如果他在的话 是否可以挽救这一切 又是否可以改变这个因果呢 天空中 透过三针同月令 看到这一切的江明子 目光透出些许的凝重 就在刚刚 他在自己这位千年以后的小父孙身上 感应到了一丝因果律的味道 其实早在高浩光在第三法府 使用他给的服务时 江明子便觉察到了 一丝连时间都无法隔绝的味道 是因果一类的本命神通 但江明子却有一事不及 为何高浩光的神通 可以把他人的服务 未能进行调整 能够把他亲手炼制的服务时程 发挥的可能只有两种 一是他本人亲自施展 而另一种几乎不可能存在 除非是高浩光 在服法上的天赋百年难易 并且在此道上精修了无数年 而且还要对江明子的神通 有着一定的了解 也许高浩光真的有这个天分 但剩下的都没有 江明子传出一声叹息 他不清楚 此刻出现在高浩光头顶的那段 只有他可以觉察到的 忧虑虚影代表了什么 正是因为此物的出现 改变了他这小徒孙手中的服务 一些多余的阻碍法力流动的东西 在渐渐消失 像是有什么在修改着服务 而且仅仅几个呼吸间 修改已经完成了 黄胖子偏头望了一眼 时时未出手的高浩光 他属实有些顶不住了 却见小师弟依旧面无表情地 弄在原地 女白小小对望 几道鸿芒突破防御瞬息而至 胖子身形一闪灵波躲 回头一看却发现 高浩光仿佛没有反应过来一般 任由血盲落到自己的身上 黄胖子愣了一下 就在其出神之际 又是一道血盲落在了他身上 二者的身体瞬间不受控制 是故意不躲吗 还是无意的 亦或许二者忽远 这一切也许只有高浩光自己知道 将明子略带深意地望了一眼 内心的冲突 让高浩光逃避了 这无论如何都是错的选择 或许是他想救 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 看着这一切如何结局呢 就算面对各自的命运一般 无可奈何地被操纵着 滔天的血盲将整座村落笼罩 杀戮已然接近尾声 白晓晓解除了高浩光二人身上的术法 一切都结束了 他抬头望着星空喃喃自语 像是在跟爹娘还有祖先白大树 说着自己所做的一切 可突然 一声稚嫩的哭喊响起 仿若一桶冰水 拖在了白晓晓的心头 此刻他的脑海一片空白 虽然大仇得报 但心却好像更痛了 在施展神通时 白晓晓刻意避开了村内的孩童 因果循环 事实在轮回 这些孩童的父母 害死了白晓晓的至亲 而现在他也成为了 杀害这些孩童至亲的凶手 孩童们绝望地哭喊 他们要让白晓晓尝灭 但白晓晓只是麻木地回头 望着这些天天 跟在他屁股后边 喊他姐姐的朋友 以前只有孩子喜欢他 现在只有孩子恨他 孩童们稚嫩 却又歇斯底里的声音在耳边回答 他们要杀了这个 途变了全村的怪物 为死去的亲人报仇 白晓晓并未有任何动力 眼睁睁地看着孩童们 持刀朝自己冲来 他回头朝着想要出手 制止的刀号光露出了一个笑容 仿佛在说 就当是还债了吧 立场不同 对错也就不同了 在这里结束或许也是一种解惑 对与错 善与恶到底该如何定义 你还为了报父母血仇 涂灭了全村三百余人 涂灭了这些孩童的至亲 他们歇斯底里的哭喊着 痴嫩的脸庞此刻不满了仇恨 他们抄起力气刺向女孩 你还没有躲 便由孩童们刺穿自己身体 这个世界太浑浊 人性冷漠 麻木不仁 许多人该死 但却不死 许多人不该死 偏偏死了 望着倒下的女孩 高浩光的眼中满是悲愤 他看得出来 白小小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意愿 难道他真的觉得 死亡是最好的归宿了吗 高浩光不愿 他想带白小小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些他向往已久 却想象不到的地方 他调整好情绪 对着身旁的孩童说道 他已经死了 我们会把他带往别处埋葬 这些孩子们有错吗 他不知道 或者旁人也没资格去判别 空中的三针童月令妹 将名字目露深意 他隐隐已经猜到了 这小徒孙想做些什么 随着高浩光将手中符露甩出 几道玄傲的能量开始在空中凝聚 最后 在几人的上空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色铜钱 这一番操作 看得一旁的黄二果头皮发麻 小师弟仅仅只用了四张符露 微能竟然比他七张组合 还要强上许多 二人将重伤垂死的白小小 安置到红钱之上 这里的恩怨已了 在孩子们的眼里 白小小已经死了 红钱化作一道神红 朝着山外飞去 此刻的白小小虽然身受致命伤 但却被三眼的神通 吊住了最后一丝生机 只要他还想活下去 就会有办法令他活下去 空中的三针童月令能量耗尽 再次化成了一块古朴的规茧 将名字传出一声叹息 他明白 高浩光想要救那位 已经没有了任何声念的小丫头 或许自己此刻出手干预 便可以阻止这一切荒谬的开端 但这种想法本身才是真的荒谬 时间回到公元1906年 高浩光几人一路急行朝着山外飞去 在此期间 白小小也从昏迷中苏醒 可是他的身体 包括心脏在内 多出内脏都受了伤 就算有三眼的神通在身 也依然活不了多久 必须要让白小小死亦不在 不然及时找到半分 也依旧是徒劳 一路上 为了不让白小小在此陷入昏迷 高浩光几人给他讲述了许多大山外的事情 很多很多就算是他爹爹都不知道的事情 山外的世界比他想象的更加辽阔 被朝沐月 面向出阳 如果白小小愿意 或许可以抛弃身后昏尘的黑暗 去拥抱前方的光明 或明或暗 或生或死 只在白小小的一念之间 在清晨温序的阳光中 几人冲出了大山 一声从未听到过的奇异翁云 吸引了白小小的注意 发出声响的是一个近几十米长 冒着黑烟的铁皮箱子 高浩光告诉他 这铁皮箱子叫火车 可以一下承载好几百年 随后二人又带白小小去看了大海 他还知道了 在这世上有着一种 如小山般大小的铁皮巨船 乘坐他便可以去往海的另一年 在那里有着各种各样颜色的人 不知跟山海经比起来 哪个更神奇一些 最后 高浩光带白小小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城市 他轻声开口跟身旁的女孩说着 山外的世界已经不同往日 只要活下去 每一年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没有人可以想象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白小小 你不想看看吗 只要你说句想 就能活下去 白小小没有回答 没心间的戒员 针目微微开启 他默默地看着这里的一切 繁华的街道 拥挤的人群 还有这大山外的人生百态 高浩光没有再打扰 他默默走到一棵巨石旁 像是做下了什么决定 就这里吧 只要他死亦不在 只要他怨用我 也许明天 也许后天 只要是江明子出现的那一天 他便会不计代价地求江明子 一定要让千年前的他 在此处埋下那只有大神通者 才可拥有的续命之遥 掌握现在 往通过去 预取未来 已经有了定数的事实 真的可以通过干预因果来改变吗 默默看完了白大 以及千年以后白小小的结局 江明子一世感到一丝不平 可杀人容易 救人万难 那个没有了生命的小丫头 也许还有救 只因他命数未定 但这一切的开端 早已经有结果在哪里 所以无法可救 此刻白大已经买好了好友的尸体 他再次对着先君郑重一败 见白大就要离去 江明子叫住了他 并取出一坛自己珍藏的百年佳酿 可命中注定之事 即使身为常世万法先君的他也无可奈何 纵使神通无双 可他也与高昊光一般 只不过是个旁观者罢了 说罢 他给白大成了一碗锦 并开口说道 白大 相识既是一种缘分 就用这杯百年佳酿 未辱送行 将明子眼神中透着复杂 心中更是思绪万千 或许付出足够的代价 可以影响因果 但就算是人世帝王 对本先君来说 也不会比浮游重要多少 更何况只是一介要狼 或许是淡漠苍生 或许是在给自己的置身室外找一个借口 白大眼中含泪 举杯回敬先君 要狼白大 替黑山村218狗 替白家老小 敬恩公 善良的人却不得善终 是人的错 还是这世道错了 明明只是区区凡人 此刻却令先君产生了一丝动摇 他抬手指向那逐渐远去的声音 或许只要驻白大倒点回家 一切都会被拯救 虽然灵之因果不可改变 可将明子还是出手了 下一段 一道雷光下线 撒掉了他的身体 道袍的衣袖轰然炸开 恐怖的威能在江明子的手上 留下了些许痕迹 这是触犯因果律的责法 已经有了结局的事实 不能被改变 即便强如先君也不行 痛一痛就当是醒酒了吧 江明子感叹 随后他对着白大消失的方向 左手抱拳失了一礼 时间回到公元1906年 高浩光挖开身前的土葬 却没有见到江明子留下的丹药 这个结果令高浩光心如死灰 他有信心 可以在未来的时间里 求得过去的江明子 在此处埋下丹药 可为什么自己挖不到 高浩光侧目望了望身后的白小小 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不是自己求不来丹药 而是白小小不想活 因为他今天会死 所以无论高浩光之后 怎么求江明子 都不会有意义 山外的世界固然美妙 有太多太多的不同 只是白小小的心已经有了归处 他有了更想去的地方 临死前 白小小跟高浩光二人说了声抱歉 又到了声多谢 抱歉自己把二人卷了进来 多谢他们带自己 见到了山外的世界 他很开心 最后到了声保重 白小小便没有了气息 这个世界很美好 只是白小小已经没有了牵挂 没有心中归宿 再美的地方也是荒凉的 因果无法被改 纵使有逆天的神通 也只能当一个旁观者 最后高浩光将白小小埋在了一个 可以眺望到整座城池的地方 让他看一看这世界以后的样子 这是一本神奇的日识 其上记载的内容 只有被三针同阅令认可之人才能看见 公元2020年 在三针法门的第二法府内 一名少年正仔细翻阅着旗上的内容 当他看了浩光祖师所记得的黑山村事件 不由感叹命运的他们 难道世人真的无法与之对抗吗 他不这么认为 因为师门至宝三针同阅令 便是为了对抗命运诞生的 只不过自己一直没有找到使用方法吧 随后 少年便继续翻看着手中的日识 三川镇 少年震惊 因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日识上所提到的地方 便是自己如今身处的三川市 难道一百多年前浩光祖师来过这里 就在他疑惑之时 忽然在其身后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声音 段星恋 你是不是又被这师姐我偷偷学习 少年回头 轻瘦的脸庞上挂着两个重重的黑眼圈 显得有些憔悴 而自称是其师姐的女子 便是如今这三针法门的第二百二十一代门子 周六情 少女一脸玩味地盯着小师弟背在身后的双手 段星恋顿时心虚地眼神挑呼 左右躲闪 见这小伙子如此不老实 周六情沉吟了片刻决定使用绝招 只见其冷哼一声 直接将上衣掀起 段星恋直呼流氓 赶忙用书本捂住眼睛 在其手中拿着的还有一块古朴的硅甲 赫然是三针同月令 原来这两样世门至宝 其实是段星恋从师姐的房中偷出来 不过既然眼下已经暴露了 他便直接开口询问世纪 能不能借自己研究两天 周六情疑惑地嘟闹了 那本日试里明明一个字都没有 他不知道有什么好研究的 可话说了一半 他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目光凝视段星恋 难道你能看到日试里的字 在得到段星恋肯定的答复后 周六情目录恍惚 他之前曾听门派内的师兄师姐提起过 这好光日试里的内容 只有被三针同月令认可之人才能看到 沉吟了片刻 他答应了段星恋的请求 不过却有着两个条件 其一是 以后给他按摩的时间都要加长一个小时 而其二 是他想知道段星恋研究这些想要做什么 说到这里 周六情的神色露出凝重 段星恋沉默少许 终是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他想从其中获得 斩杀737位求法者的力量 周六情平静地望着眼前的小师弟 可其实他的内心开心地跟个大刺花一样 但为了保持师姐的高姿态人设 他只是随意地摆了白手转身上班去了 临行前还特意嘱咐段星恋 不要再段初偷偷学习这种禽兽行为了 让他去上学的目的是为了多交女朋友的 话说三针法门门主 这一直以来不靠谱地调调 到底是从哪一代开始的吗 而此刻 在江明子所在的时间线 公元525年的25年前 将名子正化成女性法身 勾引几位在三川镇作恶的官兵 一派祖师边跑边喊着 不是虫虫 是臭男人 奴家今天讨厌臭男人 嘴上说着讨厌 但你这一副特欢喜的表情是怎么一回事啊 可他越是如此 跟在身后的官兵就越兴奋 不过 话说这小娘子是不是跑得有点太快了 你追我赶之下 众人来到了一座被迷雾笼罩的大山前 几位官兵遁住了脚步 这里似乎是那个军中传言的不祥之地 已经有好几个弟兄在这附近失踪了 见几人犹豫不决 将祖师回眸望了一眼 眉眼间展现出的近视柔弱 可谓是我见游莲 不得不说 他可太会了 官兵的身体瞬间由下半身接管 直呼这叫我拿什么顶了 将名子继续带领着几人朝前跑去 口中敷衍的喊着 有先讲究究奴家吗 可一直无人出现 这让他觉得有些无趣 只见其打下一个响指 身后几人的脑袋便是搬了家 此刻 将名子已经来到了迷雾之外 这里就是他此行的目标 他要将此地从这世上抹除 望川树院 当是二十一大最强求法门派之一 可却在今日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他飞身立于山门前 一道冰冷的话语 伴随着神通传遍整片山脉 里面的人听好了 本先军前来的目的 便是将望川树院从这世上抹除 来人如此嚣张 让院内的众弟子都感到愤怒 开始口吐芬芳 将名子直接无视 他继续朝着望川树院内的某个方向开口 念在咱们多年交情的份上 本先军不会杀里门人 但他们都会被废去修为 清除记忆化为凡人 今月过后 这世上便不会再有望川树院 而在将名子传出话语的同时 在这望川树院深处的某间密室内 一个盘坐在巨大光果前的老者 缓缓地睁开了双目 让他进来 苍老的话语弥漫在众弟子的耳边 他们知道这是师尊的传音术 既然师尊都开口了 弟子们自然不在祖宾 而且他们也认出 来人乃是三针法门的江名子 一个被称之为最强求法者的狠角色 随着江名子踏入内殿 那个苍老的声音再次传来 想不到我都搬到这里了 还能被你找到 空间陷入短暂的沉寂 下一刻 老头转身朝着江名子 露出了一个爽朗的笑容 贤弟啊 话说你这么凶干嘛 怪甚人的 听得为兄有些干颤 眼前这个牙很白的怪老头 便是这望川树院的第九代长 赵言 亦是江名子的至交好友 但这一次 江名子却不是为了叙旧而来 他神色依旧淡漠 本仙君知道 最近这里失踪了许多凡人 老头怎会听不出 江名子此话的意思 敢忙表示 自己确实是杀了一些 驻扎在附近的南朝驻军 只不过那些本就是该杀之人 这些驻军原本是 受命来攻打更南方的百岳人 但见对方棘手 就把矛头指向了 附近的几个汉人村庄 他们将村民屠戮 并把尸体的左耳割下 当作百岳人去寝宫 贤弟 这样的畜生难道不该杀吗 江名子微微侧目 那些驻军的行径 他自然有所了解 可谓是死不足惜 只是 他们都是被吸干生机而死 赵岩神色一眼 他明白江名子已经知道了一切 见赵岩不答 江名子再次开口 提起了一个死人的名字 上官肖 又是树西的沉默 赵岩听出了江名子此行的决议 哪怕是至交好友 他也不会有一丝怜悯 老头传出一声叹息 他没有回答江名子的问题 而是说起了几人的往昔 遥想他们第一次见面 乃是他与师姐上官肖 代表望川树苑 给三针法门的老门主送寿领 可二人却在半岛 被当时还自称小爷的江名子拦住 他说自己有三个师傅 但必须要准备四份寿领才能上山 因为小爷自己也要留下一份 赵岩一脸害你 可上官肖却是个暴脾气 他怎么看都觉得 眼前这臭小子应该是皮痒了 不料江名子丝毫不惧 剑嗖嗖地开口道 丑男丑女来打架吗 于是乎一场闹剧便就此展开 几人也因此次闹剧相识 更是成为了至交好友 在那之后 每过几年他们都会相约去修行 一起执行两边 是门派下的斩杀涅磐狮的任务 几人之间亦是有着过命的交集 难道这些 不足以成为放过我们的理由吗 将名字算为胸求你 放过师姐 放过我们 赵岩对着眼前的好友郑重一半 而在二人说话的同时 被放置在密室内的巨大光果开启 一个女子瞬息间出现在了赵岩的身后 此女正是上官肖 只不过 此刻的她已经成为了一具涅槃狮 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有多强 仅仅是一记身后 便将当时最强盗统之一的望川树苑彻底 只因这里存在着一具 以人类生机为时的涅槃狮 而身为三针法门有史以来的最强者 将名字的使命便是天珠涅槃狮 哪怕将要面对的是自己的治疆 空中稀稀利利落下的雨水 仿佛映衬了几人内心的复杂 上官肖将跪拜在江明子身前的赵岩扶起 今日的这番局面她早有预料 或许从万叶事先真血出现的那一刻 她以此身复活 一切就已经注定了 江明子要天珠涅槃狮 而他们想活 即便是杀去活人性命也要活 立场的不同 注定了他们之间只会有一个结局 或许是性格使然 或许是看清了一切 上官肖没有让江明子做选择 虽然明智必死 但她还是开口说道 小明子来打架吗 再回首是百年生 故人山河皆两半 三人心中皆是复杂 可依然多说无意 双方都想要一个坦荡的结局 此景依旧当年 自探物是人非 记忆就像掌心的水 无论你推开还是握紧 终究还是会从指缝中 一滴一滴流淌干净 只是这水的凉意 却可以让人始终难忘 下一刻 天地震荡 数不尽的树法将望川树苑所处的山脉卤罩 打斗分镜实在是太绝了 虽然简洁明了 但却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神仙打架 没有熟悉的能量波 没有熟悉的嘴盾 仅仅简单的黑与白 却展现出了山河阔碎 日月无光的震撼 大战仅仅持续了树西 上官萧二人便是败下阵来 即便拼尽所有 他们也终是不敌那个墙的离谱 臭相 将冥子无言 手中掐绝凝聚神通 下一刻 在上官萧二人的上空浮现出一个刺目的光团 杭国的能量顿时影的天地失色 即便临死 几人之间依旧无言 上官萧眼中满是不舍 照颜流露出的事解脱 而将冥子唯有一探 严兄 萧姐 永别了 一颗如山峰般的巨石忽然落下 将整座望川树苑埋没 天地凄冷 雨水落下 将冥子在巨石前站立许久 可此时 又能说些什么呢 此站已落幕 正如将冥子来之前说的 他没有灭掉望川树苑的门缘 只是抹去了他们的神通和记 此后 再无人知道此地埋下的阴谋 和藏下的人 光阴流逝 此地的痕迹渐渐被岁月抹 一座座高楼在附近升起 而那颗巨石也成为了三川式的地标 这是一个学校内特别设立的隐藏班级 他们学习的不是树里话 而是神通 学校设立此班级的初衷 便是为了培养出强大的求法者 而身为三针法门传人的断心链 亦是此班级的成员 但由于这家伙平日里过于阴谋 也导致他在班级里不太受人待见 不过 就算看断心链在不顺眼 众人也只敢嘴上做魔法输出 因为这家伙 就好像把碰刺客禁地NL里一般 跟人对决时 只要来人接近他三尺范围之内 他便直接倒地不起 甚至为了事情的合理性 他还能给你吐出一口鲜血 小胖就是不信心 后来被断心链的姐姐了了五万多 最可气的是 这小子从不与人多逼比 遇到有人上前挑衅 从来都只有一句 要不来打架吧 无战而去人之兵 不得不说这小子是个人才 玩闹间 从教室外走入一个牢牢 此人便是这隐藏班级的班主任 吴珊老师 眼下已经临近高考 他正为同学们讲述着考试的重点 你没听错 求法者也是要高考的 只不过他们毕业了不是去大学 而是去自己选择报考的门派进行 首先我们讲何为求法者 在云云众生中 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 可以感悟 可以使用这天地间存在的一种 明违法的力量 也叫做神通 虽然每个人对法的感触不同 造成每个人的神通皆有不同 但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成文 求法者 而又何为求法者的宿敌呢 这是重点 肯定要考的 建议记彼记 天地间 极少数求法者死后 仍存在某种怨念 或有着依然渴望生存的强烈力量 便会引来万叶事先留存在世间的万叶真血 吸收了真血的他们 便会重生成为求法者的宿命之敌 这类涅槃师被称之为法师 而在他重生的那一刻 他附近即使已经化为枯骨的尸体 也会重生 那便是常师 无论是常师还是法师 才能存活下去 不然就会像人类不吃饭一样 会衰弱会饿死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涅槃师都是活人的宿敌 因此 在如今这个时代 有着一个由万千求法门派组成的联法会 这个组织存在的主要职责有三个 新求法者的发现 培养和制约 凡人世界的控制和守护 再者就是与涅槃师作战 负责此事物的求法者被简称为是神 而断星恋的姐姐便是这是神祖的一员 此刻他接到组织派遣的任务 来到了一座贴满了服录的仓库田 根据在场人员所述 在这里面突然出现了很多常师 而且在周六情来此之前 已经有好几位是神祖的同事进去 但却一直了无音讯 周六情顿觉不妙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仓库里应该诞生了法师 如此看来 刚才贸然闯入的那几位求法者 应该是凶多吉少了 说吧 周六情打开了仓库的大门 朝着黑暗中走去 周六情 作为三针法门 近百年来的最强传人 你知道他的本命神通有多强吗 随着他推开仓库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群 面目猙獰的怪物 虽然数量众多 但好在这些都只是 没有灵智的常师 眼中流露出的 只有想要吸取人类生机的本了 周六情粗略地扫射了一拳 在胡话谱集之后 一下子出现如此多的常师 还真是挺少见的 所以他决定先拍几张照片 发个朋友圈 顺便转发给了小师弟 悦耳的提示音响起 显着自己的暴力美学 照片中是可爱少女 与僵尸的友好而已 但这丝毫不影响 少女拿宝剑 砍下僵尸的头颌 断心裂一脸害年 不由地嘟囔了一句 不要在工作中玩手机要为 此话说得有理 因为眼下在班主任的内心 也是这么想 用眼神制止了某些 不认真听课的同学之后 吴珊老师继续讲解了 求法者跟涅槃师 所能掌握神通的区别 求法者的强大来源于灵魂 而涅槃师的力量 来自于肉身 正因如此 才造就了两类不同的神通 求法者的本命神通 还有涅槃师的天赋神通 主要表现为肉身的某种变化 从而在身体上展现超自然之力 这类神通看似简单 却个个不弱 最重要的是 只要是法师就一定拥有 而就在老师讲到天赋神通的同时 周六琴又给断心炼发过去了一张 法师施展天赋神通的照片 眼见被如此小觑 彻底激起了法师的怒魔 他掏出同是神祖 四人手中获得的手枪 同时控制自己坚不可摧的秀术 朝着女人积舍而去 但都被周六琴挥舞出的剑花定数挡下 一机位奏效 法师再次暴起 凭借涅槃师的强横肉身和爆发力 瞬息来到周六琴进前 二者之间的战斗瞬间进入白热化 虽然看似周六琴被逼得节节败退 可此刻他的表情却平静地可怕 但眼下 身后已经是一条死路 他已逼无可 见此 法师忍不住地嘲讽了一文 顺带还吹嘘了一下 如果说凡人中诞生求法者是少见的意外的话 那么求法者中可以觉醒本命神通的存在 就是意外中的意外 而周六琴便是三针法门近百年来 唯一觉醒了本命神通之人 也是继浩光祖师之后 最强的三针法门传人 随着他见光滑果 戴在阿呆身上开始出现裂缝 渐渐地整个人偶开始分裂 与此同时 在法师的身上亦是出现血痕 下一刻 法师那肩不可摧的身体便分裂成了整齐的碎块 而那伤口的形状 竟然与周六琴身前的人偶一模一样 做完这一切 周六琴还不忘拍张照片八点小失地 不过此刻的断心恋可无心理会这些 他的思绪全被讲台上的吴珊老师所吸引 就在刚刚 老师讲述了自己小时候遇到的 可以把他人俘虏未能识成 甚至十二成发挥之人 此人便是他们三针法门的祖师 高浩光 有一个可难可以 且专坑徒孙的祖师爷是一种什么体验 此刻 在三针法门的第三法府内 正在上演着师徒久别重逢的感人戏码 消失了两天的高浩光 二人终于回归 饭桌上 二人讲述了在黑山村经历的仪器 法昭听后只赶猜天地不理 随后他又询问自己的三弟子 江明子祖师到底想让他做什么 高浩光将手中的卷轴地给了师父 这里面的内容他也研读过了 虽然看不太懂 但也大概猜到了一些 旗上有好多且一系列的符文 大多以飞行和追踪为主 而且还记录有六个目标 每一个都是被江明子种下了英国的法事 而这些也是他留给高浩光的试炼 用生死绝境来逼迫高浩光不断变强 甚至觉醒本命神通 虽然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令高浩光很不爽 但若能觉醒本命神通的话 姑且就忍了那个王八仙君 在经历了黑山村一行后 高浩光深刻地认识到 没有力量 就只能去忍受无能为力 望着突然沉默的三弟子 马昭目露惊奇 他能看得出来 高浩光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师兄师姐也看出了小师弟的情绪不佳 赶忙摸摸头表示安慰 然而就在这时 被马昭握在手中的卷轴猛的一颤 一股玄傲的能量 瞬间将师徒四人笼罩 下一刻 几元就在卷轴的控制下 一路向西飞去 而此刻 在具浩光时代的1381年前 将名字望着终于建成的第三法符 很是开心 于是决定五上一曲 歌声悠扬 舞姿翩翩 一曲落幕 心情大好的仙君随之离开了第三法 开始朝着第一法府的方向飞去 而此刻 在高浩光的时间线 被卷轴玄傲能量包裹的神红中 高浩光正化身足安稳曲心下满 一路上将那个王八仙君骂了八百遍 而且不带虫妙 最后决定一定要在日誓里把这祸化成龟来 而就在神红急速接近目的地的同时 在相隔不远的三川镇上 几名孩童 正蹲坐在一个小摊前 专心致志地挑选的唐人 稚嫩单纯的玩闹声 掺杂在小镇的人间烟火中 使这里多出了一亩灵动 随着几个孩童的离去 摊主如往常一般 静静地望着眼前的车水马龙 可突然 他抬手捂住自己的手衣 神色透出前所未有的凝重 就在刚刚 他觉察到了一丝微弱到难以觉察的法力波动 那是他故人的气息 不过那人早已消失在岁月中 眼下出现的应该只是他的传人 与此同时 在断心恋存在的时间线 吴珊老师正讲述着 自己亲眼目睹高浩光在三川市大战法师的经过 班上的同学皆是提出质疑 唯有断心恋清楚 浩光祖师会出现在这里 因为他曾在那本日誓里看到 发生在这三川巨石旁的大战 而此刻 随着镜头逐渐拉近 一个站在巨石顶端的身影渐渐清晰 此人正是上官霄 他与赵岩重现人间 只不过二者之间相隔了百年 小镇中居然出现妖师作恶 城中原外以重金悬赏 城妖求法神通之势前往终灭妖邪 而此时 在三川镇外的山林间 一道神红落下 坠落之处顿时散发出刺目的金光 随着光芒退去 几道身形各异的身影从中浮现 正是被卷轴裹挟而来的三针法门四人 此刻 他们正被眼前所见的奇景震撼的无以赴驾 这是一座被暮色笼罩的海边小镇 可在这小镇的中心 却突兀地耸立着一座巨大的石山 就在师徒几人沉浸在景色中时 高昊光却目露幽色 因为这卷轴只会追踪被江明子种下因果的地方 那也就预示着 眼前这座小镇内有法师的存在 他望着身前的几人 心中思绪万千 还是因为自己太过弱小 或许只有觉醒了本命神童 才可以有选择的权利 然而就在这时 三针童月令再次开启 并从中传出了江明子见嗖嗖的声音 灰仔 这段时间没了本仙君在 是不是觉得少了些许依靠啊 高昊光沉默 直接将其无视 江明子又指了指身下的巨大龟壳 说要给灰仔见识见识自己的大老妹 高昊光继续无视 就这样 在江明子喋喋不休的序道中 一行人来到了三川镇 就在众人苦恼如何寻找法师时 一旁的大师姐 却在告示栏上找到了限制 这是一份悬赏书 根据其上所述 在这三川镇上有着涅槃师座 眼下这城中原外正 集结各路求法者 并许诺下极其丰厚的报仇 只为能将其尽灭 这个发现让马昭几人欣喜若狂 这里的人 就好像知道他们要来此地除尸一板 还给整了个悬赏 实在是太好客了 说吧 便斗志昂扬地朝着城内走去 江明子看得一阵无语 我大三针法门摊上这三个院 总算是完了 可突然 江明子像是看到了什么 目光猛的一顿 他望着了耸立在小镇中心的那颗巨石 记忆如绝地的洪水 抑制不住地涌上心头 他想起了望川树苑 想起了那被自己亲手埋没在巨石下的故事 王八仙君的突然沉默 吸引了高昊光的注意 他抬头望了望 却见江明子的目光 盯着远处的石山 眼中像是多出了一些 说不清到不明的东西 再经过了一路的询问与找寻 几番周折之下 师徒几人终于来到了发布悬赏的无缘外府里前 一听几人也是想拿悬赏的求法者 吴府的管家立马表示 要几人拿出点看家本领证明一下 因为自从发布悬赏以来 有着太多为了银俩而来的欺诈小人 说吧 便是见其从府内换出一位身材高大的望夫 此人乃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高手 在几人来之前 不少望图取巧之辈都被他打了半死 可还不带管家把话说完 不知从何处飞来一坨泥巴 直接呼在了吴夫的脸上 紧接着 三针法门的几位直接出手攻其下路 动作不再丝毫拖泥带水 且目标惊人的一致 吴夫只觉得眼前一黑 然后就没然后 这一幕看着一旁的管家有些怀疑人生 感情眼前这几位是来自武当派的高手 没理会一旁目瞪口呆的管家 几人整齐话一地朝着虎内走去 可话说 你们几个这高手式的背手是啥个意思 这大概是我见过长得最别致的僵尸 争鸣可怖的脑袋下 却长着猫咪的身体 而此刻 两名孩童发现了它 以为只是这附近的小野猫 孩童们惊喜地朝巷子内跑去 他们想要找猫咪玩耍 可当看清了出现在眼前的怪物时 一股强烈的恐惧令他们呆愣在了人里 孩童们害怕地哭喊了 可此刻他们的大脑已经一片空白 任由那怪物朝着自己飞扑而去 哭喊声戛然而止 小巷内再次归于平静 沉没了树溪之后 从昏暗的巷尾处 传来了撕咬和咀嚼的声音 法师静静地享用着美食 可突然 他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猛地回头望去 却发现此刻就在自己的身后 有一个黑影正默默地看着他 待看清来人的面容之后 法师的神色中明显透出了惊慌 因为赵岩曾经说过 涅槃是在这座城内 不可以吸取小孩和女人的生机 他刚想解释些什么 可却被赵岩冰冷的眼神生生止住 法师知道赵岩对他动了杀心 强烈的生死危机下 他赶忙开口求饶 可赵岩并不理会 恐怖的威压瞬间席卷 静止朝着眼前的法师冲去 与此同时 在无缘外的府邸内 正在上演的一场猫追老鼠的闹剧 嘈杂的喧闹声 打断了庭院内几人的谈话 无缘外气急 赶忙出言呵斥 而在其身旁站着的思维 便是这段时间内集结来的求法者 管家见此赶忙指着身旁的马昭 几人说道 这几位也自称是求法者 可感觉更像是骗吃骗喝的 无缘外不悦 刚想将几人打发走 身旁的求法者却提醒他 这是真火 话锋一转 无缘外赶忙笑着 将师徒几人迎入庭院内 带到几人坐下 缘外提议众人可以先熟络一番 两名容貌相仿的男子率先起身 朝着众人抱了抱拳 此兄弟二人来自牢山法会 一个叫顾前 一个叫顾后 紧接着 标形大汉也是严谨一概地 介绍了自己的来历 五行门 而那位带着怪异头套的求法者 自称无门无派 独自修行 并让众人换他大头就行了 最后马招几人也一一做了自我介绍 可当他们说起自己来自三针法门时 身旁的几人眼中透出了迷茫 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门派 唯有大头听后微微侧目 普通门派恐怕不晓得三针法门当年是何等厉害 但不巧 他正好知道 说吧 大头认真地扫视起了眼前 看起来不是很靠谱的四人体 当他的目光转向了年龄最小的灰毛小子时 高浩光意识有所觉察 他与大头对视了一眼 心中有些疑惑 然而就在这时 身后的三针同月令内 将名字再次开口 他提醒高浩光 这次卷轴带他们追踪的目标 神通远超之前所遇到的法师 一不留神 三针法门就会在此灭了 高浩光心中一惊 能被将名字如此看中 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将名字沉没了片刻 再次开口 不过那卷轴上所跟踪的法师 是有几条前提条件的 第一 共有六位 第二 他们全部都在用各种方式 消逸于本仙君存在的这个时代 他们都在等本仙君 受援耗尽的那一天 第三 实力大不如前 可即便实力不如以往 在此地出现的法师 也不是现在的你们可以应对 随后 将名字又提到 自己也会去这个 叫做三川的地方 去会一会故人 虽然他不知道 活过来的是一位还是两位 但他可以确定 自己这两位故人 已经不存于事了 如今在高浩光的时间线上出现的 要么是凑巧 现身于此的其他被追踪的法师 要么就是由望川树苑的神童 打造出的替身罢了 他本是当时最强求法门派之一 望川树苑的门主 却因使用活人生机养师 被将名字遗迹神 虽然造了临死之际 他利用神通术法 在这世间留下了一句 承载了他记忆的替身 此刻 赵岩轻松禽住了那句 夺取了孩童生机的法师 他本可直接将其同意 但三针法门传人的出现 却令他改变了主意 他要让这句法师去吴府 帮他取两样东西 因为赵岩很清楚 自己身上有将名字 种下的追空印 迟早有一天 会把三针法门的传人引来 而此刻的三川镇内 到处贴满了吴家的悬赏 他们不可能注意不到 或早或晚 定会出现在吴府 所以姑且就让眼前 这个烂货去世上一世 说吧 他在手中幻化出了 三针同月令的样式 这是其一 而另外一件 赵岩不清楚具体的样式 但一定是一个书写了 大量追踪符文的载体 八成是纸或者皮质的 随后 赵岩目光微垂望着身前的法师 找到他们给我 敢逃的话 便把你做成纸 感受到赵岩言语中的杀意 法师赶忙表示明白 说吧 便是剑骑直接化成鸟身 这是他的天赋神通 飞轻走兽身 望着法师的身影渐行渐远 赵岩伸手朝着身旁 血身的胸口出一指 下一刻 一个缩小版的血身 便是跳入了他的手中 这是赵岩的后手 他命这具血身 跟随法师前往屋里 他想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 如果有机会 他会亲自动手去取那两样东西 做完这一切 赵岩转身走出小巷 埋没在喧闹的人群中 不管往昔如何 小名字已经是千年前的传说了 他不属于这个时代 那么就让过去的成为过去 而自己 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也一定会在这个世上存活下去 不管多久 一定能等到他 等到师姐再次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天 与此同时 在城中心的吴府内 无缘外正与众人诉说着 近些年来妖师所犯下的罪行 光能查到的被吞噬之人就有四十余问 这其中有八成的尸体都被撕咬成碎块 剩下的都是被西城人干而死 而他当为人父的独子便是死人这般 众人都专注地听着 唯有高浩光神游天外 此刻将明子手中的三针 同月令能量也快耗尽 所以他抓紧时间赐下了应对之法 不然的话 他们大三针法门 今日怕是就要断绝于此 在得到了祖师爷的指点之后 高浩光便独自一人离开了吴府 一行人虽有疑惑 但并未在意 继续研究该如何寻找在城内作祟的妖师 正说着 劳山的两位求法者掏出了一枚铜镜 此乃他们劳山法会的独门法宝 只要附近有求法者或者法师出没 便能被此境觉察 大头与五行门的阿炮便是路过此地时 被这宝镜寻到了 顾前顾后正吹嘘着 忽然宝镜散出一道刺目的金光 二人愣了一下 接着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猛地回头 下一刻 一个鬼头鸟身的怪物静止从二人中间穿过 就能被其察觉 而就在劳山两兄弟吹嘘自家法宝的同时 宝镜突然发出一阵嗡鸣 还不带兄弟二人做出法 一直长着鸟身的法师 静止从二者中间急速发 锋利的爪子划破伯格 带起一阵血光 众人的注意力瞬间 被这突然出现的法师所吸引 全然没有注意到 此刻 在他们身后的屋檐上 正潜伏着一个血色小人 默默注视着这里 此物正是赵炎用神通化出的血身 就在法师动手的瞬间 小人意识传出新念 收到了感应的照眼 单手捂住眼睛 心意一动 下一刻 他便与血身交换了左眼 更是清楚地看到了场中发生的一切 顾前顾后 两兄弟虽然被法师抓破了伯格 但索性 就在宝镜发出嗡鸣的瞬间 二人意识有所解决 眼下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 法师按到了一身可惜 随后将目光转向了庭院内的众人 今日能站在这里的 都是实力不凡的求法者 虽然法师的突然出现 令他们感到惊讶 但转眼便归于平静 因为他们此行本 就是为了消灭他而来 唯独无缘外情续显的异常激动 因为这很有可能 就是害死他孩儿的凶手 他请求众仙师 速速将其拿下 五行人的阿炮率先出手 随着他手中掐绝 在法师身旁的水面下 突然击射出几道藤曼 这是阿炮事先在这座大宅内 雾下的玉木符 这突如其来的攻击 令法师猛的一惊 他飞身想要逃离 但为时已晚 无尽的藤曼将法师的身体覆盖 在阿炮的控制下 藤曼开始缠绕 渐渐地盘成了一个圆球 将法师牢牢地困在其中 岸上的众人 渐次赶忙出言撑气 可事情好像远没有 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只听他的一声巨响 玉木符形成的圆球 应声破改 法师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只不过现在的他 已经变成了 鬼头蛇身的模样 这是他所掌握的天赋神通 飞禽走兽身 对此众人早有预料 要是这怪物能被轻易解决 那也就不能被称之为法师了 说吧 顾前顾后二人将手中的俘虏甩出 这是他们牢山的独门术法 牢山鬼首 幽蓝色的鬼首破空而来 瞬息来到了法师的境界 猝不及防之下 法师的身体被鬼首紧紧握住 顾前顾后二人见此冷笑了一声 控制着鬼首 将法师拉回到了他们的身前 眼见法师被控制得动弹不得 三针法门几人亦是选择出手 准备给这捏出来的迎头痛击 可就在他们施展竖法的那一刻 通过血身小人 看到这一切的赵岩目光一米 他看出来了 这些俘虏所展现的神通 乃是三针法门独门法系 三针界宝法 赵岩的目光逐渐化作冰冷 他找到了 而就在五府发生大战时 在这三川镇的另一边 心中思绪万千的高浩光 遇到了同样心不在焉的赵岩 只不过此刻在二者眼里 双方都是普通人 没有任何交集 就这样擦肩而过 此刻高浩光正根据江明子所给的指引 寻找一座巨石山 在那石山的其中里面 刻画有三针法门的巨大门徽 千年前的江明子 会在门徽的镇中 放入三枚他亲自炼制的大神通法 以此来助高浩光获此必死之局 之后江明子又提醒了 以目前高浩光的半铜水修为 即便浩光所有法力 一日之内 也只能使用其中的两张法 所以使用时要谨慎选择 可令高浩光郁闷的是 即便他围了石山转了好几圈 也依然没有找到江明子所说的巨大门徽 一时没忍住 又是在心中问候了自己祖师爷的祖宗十八代 眼前这头体型硕大的星星不是急急勃往 而是一只可以任意变坏身体的僵尸 此时 在吴府的后院内 他正遭受着数名求法者的围攻 这让其很是郁闷 这帮人自诩是正派人士 却恬不知耻的以多欺少 有种正大光明的单挑啊 可马昭等人都是成了精的人物 自然不会领会法师的激将法 众人一致决定 先把他打到半死 然后再正大光明的单挑 法师契机 这帮人的所作所为 让他一个禽兽都觉得禽兽 要不是自己身上被赵岩种下了追踪树 他早就开溜了 但眼下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而此刻 在这三川镇的另一边 几名小嘎嘎找上了赵岩 张嘴就要收取这个月的月钱 赵岩见此赶忙点头哈腰的恭维着 在外人的眼里 赵岩一直就是一个老是本分的小商贩 所以当地的地品们也会特别关照他 甚至时常还会因为他拿不出足够的月钱 就对他拳打脚踢 但眼下赵岩的思绪全然不在此 他时刻通过血轩关注着吴府内发生的一切 虽然被他派去试探的法师始终被压着打 不过赵岩能看得出来 无论是三针法门的几位 亦或者是其他出手之人 都没有能够威胁到他的实力 即便现在的他 一身神通只有巅峰17的23% 可想要灭掉这帮求法者 在销毁三针同月令也是轻而易举 但眼下 场中还存在着一个变数 那位带着巨大玩偶头套的男子 此人自始至终没有展露神通术 即便队友在于法师奉战 他也是只顾着摆弄手中的只和 赵岩一时看不穿大头的底细 未知的事物让他感到忌惮 此刻赵岩的心中思绪万千 全然不顾其在自己身上肆意发泄的小嘎嘎 然而 一个灰毛小子的出现却打断了小嘎嘎的输出 只见其拿起摊位上一个中魁样式的小唐人看了他 询问道 我帮你解决了这几个小嘎嘎 这唐人可否便宜些卖丢 赵岩愣了一下 随后咬咬牙点头答应 眼见有人多管闲事 一众小嘎嘎都怒了 说话间便要出手教训高浩光 可显然他们这次找错了人 只见高浩光飞升而起 再次使出武当派绝选 朝朝致命 精准打击 瞬息间几人便败下阵来 这一幕也让赵岩确定了眼前的小哥 乃是一个求法者 就在阵时 从校尾处传来一阵嘈杂 原来是被此地的动静引来的官兵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高浩光带着赵岩快速逃离了现场 几番辗转之下 二人甩开了官兵 来到了城中心的那个巨石脚下 在这里有一块石碑 上面刻画有石山的名字 彼岸山 二人在这石山前沉默了片刻 高浩光率先开口道 年轻人 你要跟我到何时 可赵岩却表示 想要和高浩光交个跑尿 高浩光目露警惕 正常人被成年人打的时候 真的会相信一个小孩子可以帮到他吗 或许这个赵岩一开始 便看出了他求法者的身份 二者再次陷入沉默 而彼时 在公元2020年的彼岸山脚下 一袭红衣的上官肖正站立在石碑之上 此刻的他神色中透出了估计与迷茫 自从他再次醒来 整个世界都变得如此陌生 这里再也找不到一丝当年望穿书院的影子 也找不到当初的那个他 这个世界没有归属感 而且每天还要强行抵抗着 对人类生机可求的痛苦 上官肖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忍多久 身为涅槃师的本能 无时无刻不冲刷着他仅存的理智 他不清楚自己到底要虚伪到什么时候 明明杀死眼前这两个孩子 夺取他们的生机 才是涅槃师修行的大道 说话间 上官肖将两名孩童抱起 朝着远处冲拳 而就在上官肖身影消失的瞬间 一辆急行的汽车静止从人行道上驶 是的 上官肖再次抑制住了身体的等 甚至不惜浪费体内本不多的生机 救下了两名孩子 上官肖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干嘛 而且正是因为他的这一举动 也让他的位置 彻底暴露在了是神主的视野中 紧急通知 再次发现上官肖踪迹 三川是神祖所有战斗员 立刻出动 他本是千年前最强门派中的至尊 如今却化成一具涅槃师重现人间 是神祖紧急出动所有求法者 只为能将其尽灭 突如其来的加班通知 令周六情十分郁闷 他原本是打算去接断星链放学 可没想到却被吴山老头给留逃了 对此周六情忍不住嘟囔 我加星链那是学习的料吗 人家生出来就为了吃软饭的 是天才好吗 但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等着他去解决 一个本该千年前就消亡了的家伙 上官肖 是神祖第一次跟上官肖交手 是在一年半前 在那之后 他每隔几个月就会出现一次 吸取人类的生机 可似乎他只会对恶人出手 被他锁定的对象都是一些抢劫犯 杀人犯之类的 几名是神祖的成员 一边盯着监视器内的可疑人物 一边讨论着 说话间 周六情终于感到与几人会 可当他看清了在场的人员时 却一领祸 不是说好的全人出动吗 怎么这里只有三个 原来就在是神祖追踪上官肖时 被弃察觉 随后他走入了一个监控的死角 仅仅是消失了片刻 再出现时目标就变成了五个 而且从每一个目标上检测出的法律信号 都是上官肖无疑 他们走出商场后 便各自朝着五个方向分散了去 所以 为了确保目标无法逃走 是神祖出动的囚法者 也被分为了五组进行追踪 周六情气急 上官肖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他们分开行动 然后再逐个击破 可眼前的几位囚法者却说 这个结果他们早已料到 所以在拆分队伍的时候 就以上次跟上官肖交手的数据 分配各组成员 取长不短 保证每个组都有语气周旋的空间 这种做法看似严谨 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上官肖根本不能与普通法师相提并论 其他法师是靠吸收人类生机修行变强 而上官肖却是靠修行恢复往昔的神童 速度根本不可同日而言 如果当时他与世神祖交手时 所展现出的修为是他巅峰时期的67%的话 那现在很有可能已经到10% 要知道 他巅峰时可是千年前最强门派之一 望穿树苑的至尊 你们当中有谁敢说 自己可以接下巅峰时期的上官肖一城神童 在听了周六情的一番解释之后 众人只觉得一阵心惊 但此刻 他们却发现监视器内早已没了上官肖的声音 几人瞬间失了心神 唯有周六情感应到了那突然出现在背后的声音 这是一具由上官肖神通行成的血身 此刻他正死死地盯着周六情 没想到在如今这个世上 还有如此了解他和望穿树苑之人 周六情没有回答 直接选择出手 可在周六情接触到血身的瞬间 他便消散了 飞身回到地面的周六情 立马抢过同事的通讯器 开始联系其他小组的成员 眼下他们所跟踪的只是一具血身 那么就意味着其他小队 随时可能面临危险 接到通讯的各个小队纷纷报了平安 唯有第四组无一人应答 因为他们此刻已经变成了一具冰恶的尸体 或许上官肖是故意引诱是神祖来杀他了 因为涅槃是想要活 必须吸取生机 而他也会继续背里活下去 一直等到赵炎复活的那一天 你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有多强 他本是千年前最强二十一门之一 望穿树苑的门主 但却因其以活人生机养师 被具有江明子一记神通灭了道土 千年之后 他以涅槃师之身附属 却欲收江明子的从孙 作为望穿树苑的唯一传人 公元1906年的彼岸山脚下 赵炎依旧是那副老好人的母男 询问高浩光是否可以交个朋友 高浩光目录警惕 他已经猜到赵炎早已看穿自己求法者的身份 那么这或接近自己又是抑郁何为 想来 他也并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所以高浩光没有通过赵炎的好友申请 并直言让其别再跟着自己 赵炎没有多言 只不过此刻的他表情中透出了些许冷冽 就在高浩光走过其身旁的瞬间 赵炎猛地回头 并长成刀 朝着前方的空间斩去 下一刻 过公尊响起 一道肉眼不可见的凌厉刀芒 兴直朝着高浩光吸去 赵炎的突然抱起令高浩光感到意外 但好在他也时刻注意着赵炎的一举一动 刀芒紧贴着高浩光的身体滑过 直接在身后的石碑上留下一道寸许长的裂粉 果然动手了 高浩光心头一挤 赶忙质问赵炎到底想要干嘛 可赵炎却说 小哥刚刚是一直在警惕小弟吗 还真是见外呢 虽然他在说这话时嘴角挂着微笑 可此刻其身上所散发出的契机 却令高浩光感觉到心迹 这是一种本能的 仿若来自天敌的鬼子 强烈的压托感令他感到窒息 仿佛在被一头洪荒巨兽所临 这一刻他如坠冰窖 整个身体将在原地 难以动弹分毫 高浩光猜到了赵炎不简单 可其展现出的实力 还是出乎了他的意量 他是求法转吗 还是一瞬间高浩光想到了很多 然而这时 赵炎再次开口 浩光小哥跟小弟去一个地方 说吧 他朝着高浩光招了招手 和善地提醒道 可别试着逃跑 高浩光神色透出前所未有的运动 他很清楚自己此刻没有选择的余地 然而就在其台腿准备跟上赵炎时 忽然在其后方的空中落下一个东西 高浩光微微侧目 紧接着便是瞳孔一缝 那从空中掉落的居然是三针铜月链 可这东西又是什么时候从自己包里离开的 它里面有跟随主人的术法存在 不应该会出现在其他地方才对啊 高浩光心中充满疑惑 可现在显然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接下来 他一路跟着赵炎越过三川镇 来到了一处海岸边 这里是赵炎平日里修行的地方 来时的路上 赵炎问起高浩光是否有尸头 因为他发现眼前这灰毛小子 虽然资质不差 但一身法力流通 却没有条理课 对此高浩光只是说无门无派 自己修行 赵炎知道这小子没说实话 但他并未在意 反正不管真假 浩光小哥 你这个徒弟我赵炎收定了 以后你管我叫师父 我管你叫哥 咱俩 各论各的 高浩光听后一脸无语 仿佛在说 你好像有那个大病 赵炎畅快一笑 随后说起了一个关于自己师门的传说 话说 在那久远的上古时期 曾有意求法者凭自身礼物的本命神童 回天血身 纵横人尸两界 天下活物死物无不经浮 在其晚年时 开宗立派 其本命神通经钻研 化为福 宝 寿与门徒 开之散叶 经三代之后 此门已立于求法门派上位 被誉为当时最强二十一大门之一 可叹息 其门第九代门主不孝无能 导致引来的灭门大火 那个门派 被称之为望川树院 说完赵炎又指了指自己 而小弟正是此门仅剩的传人 之所以找上 便是希望望川树院 还能有人传承下去 他本是千年前 最强二十一门之一 望川树院的至尊 可却因一己之一 宗门迎来了灭门大火 千年后他再现人间 但可叹 自身已经成为了一具 以人类生机为食的灭瓣狮 为了不让诗门传承 在自己手中彻底乱走 赵炎找到了高浩光 哪怕求法者与灭瓣狮 乃是素敌 他也希望望川树院 能有人传承下去 在听完赵炎的诉说之后 高浩光心中有着许多疑惑 眼前之人身上有着太多谜团 那种仿佛来自添敌般的压迫感 令他感到心境 而且他不明白 为什么会选择自己 难道仅仅只是因为 自己求法者的身份 他不相信 赵炎没有遇到过 有求法者资质的其他人 对此赵炎只是洒然一笑 确实 虽然因为受过伤的缘故 他无法短时间内 看出凡人和求法者的趣 但高浩光却是他 近几年留意到的年轻后生中 辞职最好的 也是唯一一个 有可能摸索到本命神通之人 听到赵炎说起本命神通 高浩光先是装出一副 一只半简的样子 然后询问赵炎是怎么看出来 可赵炎并没有细说 只是说这与望川树法的特质有关 说罢就要给高浩光 掩饰望川树院的手段 可此刻在高浩光的心中 还有一事不能确定 于是他开口说着 回答完我几个问题后 我可以考虑加入 第一问 望川树院的树法 离混饭吃吗 加入后靠什么生存 第二问 你们是否是属于明门正派 该不会是被其他正派歼灭的邪派吧 第三问 为什么灭灭人 你不着急吗 不是想尽快复兴望川树院吗 这几个问题看似寻常 但赵炎却在其中 听出了不寻常的味道 这第一问 看似高浩光在问如何生存 可实际他想知道的是 作为一个破落的入室门派 就会去考虑赚钱 但却没有去接吴家的悬赏 而第二问 既然是明门正派 为什么不去吴家相助 朱砂作恶的涅槃师 最后的第三问 旺川树院明明只剩下赵炎一人 想到要去复兴门派 但却还在悠灾的消磨时间 是不是对时间没有紧迫的 言以至此 赵炎也是清楚高浩光 在怀疑自己的真实身份 所幸直接撤去伪装 没错 小弟不装了 在下赵炎正是法师 虽然心中早有预料 可在赵炎显露真身的那一刻 高浩光心中仍是已经 迅速飞身拉开距离 可就在其做出动作的同时 赵炎的身影刹那消失 再出现是已经来到 高浩光的身后 虽然深知在劫难逃 但此刻的高浩光 反而恢复了阵定 因为他可以确定 赵炎没有要杀他的意思 不然他在石碑处 就已经没命了 赵炎确实是享受自己为毒 可眼下他已经知道了 赵炎法师的身份 若是拒绝他的话 高浩光在心中权衡 赵炎亦是看出了 他心中所想 直接开口道 你若想要拒绝 我赵炎不会杀你 毕竟我不杀小孩 当然 前提是你无法威胁到我 即便你现在对我怀有恐惧和敌意 都不会影响我的决定 对于赵炎来说 之所以选中高浩光 还有着一个 比本命神通更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高浩光本性为光 求法者大多自视高于法院 愿意出手相助的已是少数 更令赵炎赞赏的是 高浩光曾经说过 他的梦想 是要让这事上人人不愁饭 家家有余粮 这对于赵炎这个 在饥荒中度过了童年之人来说 高浩光的梦想 便是他的幻想 本性和天资都甚合他的心意 所以 望川树苑能交到高浩光手中 他赵炎不厚恶 眼见赵炎如此坦诚 高浩光意识有所触动 他说出了自己最后一个问题 既然你承认自己便是法师 你教我望川树法 我若真能大成 你怎么确定 我不会以人的身份与你为敌 赵炎语色 他不能确定 活人和死士的厮杀 没有和解的余地 但沉默片刻之后 他仿佛又释然了 明日走到哪里 就交给明日吧 今日这一步 小弟非走不可 即便你以后 或者复兴后的望川树苑 要来杀我 杀便是 我也拿了不少人命了 有那一天很正常 而且如今身为死人的他 已经在无法使用 真正的望川神童了 所以 他很期待高浩光 对他施展的那一天 高浩光眼神复杂地望着赵炎 此刻他已经可以确定了 眼前之人便是 被将名子种下因果的目标 可这家伙的所作所为 却时刻影响着他的情绪 高浩光唯有在心中 不断地提醒自己 这是一个依靠 人类生机存活的怪物 他之所以活到现在 是以无数人命为代价 而且 在以后无尽的岁月里 还会有更多更多人 因他而死 时过境迁 公元2020年 断星恋亦是在 浩光日誓上 看到了这一段经验 你可知道望川树苑的 神通有多逆天 他竟可以另一死之人重生 时间回到 公元2020年的三川市 断星恋在 在吴山老师的课堂上 偷偷看完了 整部浩光日誓 但此刻 他的心情却沉到了独 因为自始至终 浩光祖师没有在日誓中 提到过他的存在 可明明是姐曾跟他说过 三真同月令 是可以跨越时空 联系到其他三真门人的 正派之后 只要是被同月令认主之人 便可以通过同月令 联系到他的上一任主人 或者下一任主人 既然如此 那自己应该会在 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跟浩光祖师建立联系 但在本日誓里 却一句都没有提到 断星恋甚至开始怀疑 自己是不是一直到死 都无法找到 使用同月令的方法 所幸 那本日誓里 记载的内容 只是浩光祖师的前半生 或许只能说 他的前半生中 没有自己出现 断星恋这样安慰自己 因为至少这样去理解 会让他好受一些 可他不清楚 还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倒是浩光祖师 在日誓中写到的 关于三川阵的故事 令他感慨颇多 而且其中提到的 关于望川神通的内容 更是让断星恋 十分在意 这是一种 名为回天血身的神通 修炼它 可以把自身血液 炼化成某种人形 此人形还会有一丝灵智 差不多相当于 五岁孩子的级别 也会有一些 不算强大的天生神通 比如可以与主人 交换身体 可以备份主人的 记忆和神通 并且使用 甚至本命神通 都可以使用 当然比起主人的水平 要落上不少 不过回天血身的 逆天之处 还远不止于此 旗下提到的内容 才是另断星恋 最在意的 如果主人生死 此人形没有了管控 经过极长的 一段岁月之后 他便会承载着 主人的记忆 化为主人年轻时的模样 拥有和主人 完全一样的血肉 不过想要使用 此数复活 有一个前提条件 必须要用 本命神通 作为交换 没有本命神通 无法重生 而重生之人 会永远失去 本命神通 且这个重生 只能使用一次 看完日式 对此神通的描述 断星恋眼中 充满了稀奇 用天赋换人生 再走一遭 他觉得很值 但可惜 自己并没有 本命神通 作为筹码 想到此处 断星恋忍不住 咳嗽了几声 憔悴的脸庞上 是掩饰不住的失落 与此同时 接到了是 神主战斗通知的 周六请 通过望远镜 看到了因为上课 开小差 被吴山老师 留堂的小师弟 不满地嘟囔了几句吼 便纵身朝着 任务地点飞去 而另一边 断星恋回想起 吴山老师课堂上 曾提到过 他在年轻时 见过昊光祖师 于是他便询问 吴山老师 高昊光是一个 怎样的人 对于断星恋 会问起这个问题 吴山并不感到意外 随后老头的眼中 透出追忆 回想自己 第一次见到 他是不过二三岁 而那时的高昊光 也就才十二三的样子 完全看不出 后来会成为 被众多求法者 恐惧的无道击法国君 也看不出 那个小身板 之后竟会成为 积压求法世界 近乎无敌的存在 后来大家都憎恨他 都说是他滥用神通 才搞得天下大乱 但至少在 吴山第一次 见到高昊光时 他还非常弱小 但并非只力量 而是某种感觉 他在施展不知何来的 有着排山倒海之魄的 绝强法国 但那一刻的 高昊光给吴山的感觉 就像是被乌云 照去的月光 仿佛从哪里 传来一声叹气 满意着悲伤 你知道三针法门 历史上出现过的 狠人有多腻天吗 太上法尊参义祖师 生死山和主公孙林祖师 一个个都是 当世的神通天下第一 力压万千法门的 大神通主 而后世出现的 高昊光更是被称之为 吴道极法魔君 一个羁压求法世界 近乎无敌的存在 只不过 后来世人都恐惧他 曾恨他 都说他是滥用神通 才搞得天下大乱 说到此处时 吴山的眼中 透出了些许复杂与追忆 断心恋事实开口道 吴老师您似乎 对他的评价还挺正面的 对此吴山只是笑了笑 表示自己并没有 去评价正反面 随后在断心恋 不可思议的眼神中 掏出了那本 他神不知鬼不觉 顺道手中的 好光日诗 但可惜 这日诗上 被施了绝强术 吴山一个字也看不到 尴尬地笑了两声 便将其地还给了断心恋 果然 除了自己以外 没人可以看到 此日诗上的内容 断心恋 盯着日诗上 祖师的著作 沉默了许久 忽然询问道 吴山老师 您知道教名字吗 世人又是怎么评价他了 老头深吸了一口气 略微沉吟后开口道 自然知道 达到一定资历的 求法者都会知晓此 至于评价嘛 其他门派老哥哥 我不想的 但在我们那 老家伙们都这么评价他 冠绝古今 始向最强大神通者 然而 就在后世之人 畅谈先驱无敌的同时 身处在公元525年的江明 正骑着一个硕大的乌龟 可前往三川镇 忽然 一只不知从何处飞来的虫子 落在了江明子的额头处 下一刻 一阵恐惧带着委屈的 凄厉惨叫声 从这位冠绝古今的史上 最强者口中传出 响彻整片营销 不知后世之人 看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 当然他们永远不可能知道 毕竟这位长世万法先君 已经被岁月埋没 谁又能知晓其 到底是何种雄伟的模样 吴老头越说越是激动 忽然他一个俯身 来到了断星恋身前 一脸忧虑地提醒他 不要对这几位 抱有太多的好奇心 这样很容易暴露 他三针传人的身份 而此身份一旦暴露 迎接他的将会是 仇家们无尽的暴露 说吧 吴老头转身朝着门外走去 临走时还不忘提醒断星恋 如果遇到麻烦 可以给他打电话 带到吴山老师离去 断星恋也随之离开的校园 可就在其走过一处转角时 却见到班内的小胖 郑和善地拽着一名同学 进行着友好的交流 而且那位同学他也认识 亦是久久班培养的求法者 并且在神通方面 并不比欺负他的小胖差 如果说这是一个凡人 断星恋会考虑出手相助 而本性懦弱之辈 在他看来并没有资格 获得他人的帮助 说吧 断星恋眼关鼻 鼻关心 默默地从几人的全世界露骨 可一旁的小嘎嘎 见他如此这般 便开始肆意嘲讽 一张小嘴就跟抹了开塞路一般 一个劲地往外喷 甚至还造谣说 他的师姐是靠前规则 才进的是神子 断星恋本无意与几人纠缠 可奈何这伙直接站在他的底线上蹦 下一刻 断星恋猛地转身 瞬息来到了小嘎嘎的境界 还不待他做出反应 静止一拳朝着小嘎嘎的面门砸去 恐怖的距离瞬间袭来 小嘎嘎倒飞出去的同时 烟红的鼻血抛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 可还没完 断星恋再次闪身接近 朝着其脑壳又是一记暴击 小嘎嘎再一次螺旋升天 整个身体在空中720度旋转了85周半 最后完美地坠入到了下水道中 这一顿操作看得一旁的小胖头皮发麻 掏出两张浮路直接朝着断星恋甩去 但却被气轻描淡写地一指过去 断星恋会投望向姐 与气森然地说着 下次再从你们口中听到说我姐的坏话 我就只能被迫割下你们的舌头 说罢便不再理会跪在地上的小胖 静止朝着远处走去 此刻的断星恋已经恢复到了往常那副丧气模样 脑海中回想着今天吴珊老师说过的话 话说自己与师姐之所以能在此处隐藏身份生 还多亏了吴珊老师所在的门派进行介绍 正想着 忽然断星恋的身体猛的遗产 紧接着便是一阵急促的咳嗽 刚才的剧烈运动加剧了断星恋的病情 此刻她的双目已经充满了血丝 一双手紧紧捂住口衣 不想让口中的鲜血奔出 断星恋此刻急切地想要给师姐打电话 可就在其松开手的瞬间 口中的鲜血再也控制不住地引出 她的意识也渐渐磨 直至彻底晕绝 可就在其倒下的瞬间 一袭红衣的上官肖默默地走到了断星恋的身前 你知道眼前这个只为了吃软饭而生的男孩 有着一个怎样悲惨的过去吗 随着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断星恋的意识开始磨 但她却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流逝 这次真的会死亡 一个人无声无息地在此结束 终是迎来了这注定的一眼 面对死亡 男孩表现出的却是异于常人的平静 因为自从那年 断星恋知晓了自己的内脏都在病变衰竭时 她就在心中无数次预想过这一天的到来 在那之后 断星恋的亲生父母把她送给了别人 再见到新父母的当天 他们还叮嘱断星恋 不要在新父母的面前咳出来 至少今天不行 断星恋忍住了 可眼泪却怎么也忍不住 她用手捂住口鼻无声地哭泣着 她害怕哭声会引起咳嗽 只是后来一直无法得子的新父母 还是发现了这个陌生儿子的问题 那是即便他们倾家荡产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那之后 断星恋又一次被送走 只不过这次是被送到了孤儿院 可断星恋并不责怪他们的选择 他们没错 错的是他自己 在住进了孤儿院之后 他的病情愈发的严重 咳血也愈发的频繁 虽然他已经习惯了忍耐 但还是避免不了被发现的结局 人们看向他的眼神充满了恐惧 仿佛在看一个怪物 渐渐的他开始被孤立 被全世界孤立 又要被送走了吗 断星恋在心中默念着 一直以来他都是被选择 懂事的他至始至终都在默默地接受着 只是这一次 他也想要去选择 他不想再给世界添麻烦了 压抑和绝望充斥在断星恋的心后 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朝着和中心走去 此刻的他懦弱而又坚强 或许只要有人给他哪怕一点点好 他都能借此狗言谈喘 可自始至终都没有 他紧抱着绑在身上的巨石 生怕自己沉不下去 就像是坚定的西兵 消失于现实的洪流 可就在这一刻 一个突如其来的拥抱 让断星恋早已衰竭枯萎的内心 再次感受到了温暖 他 还有他们 仿若照进小星恋世界的一束光 他们只是路过的陌生人 但却给小星恋带来了重生 那一刻 师兄师姐们便成为了断星恋的全部 加入三针法门后的一幕幕在脑海中复兴 忽然一股强烈的求生欲在他的内心里 因为师兄师姐们的大仇 他还没有去报 所以自己绝不能在这里死去 就在弥留之际 断星恋尝试着运转浩光日誓上所记载的 旺川树苑神通修习之法 将法力在各法学内运转 就如同编程一般 就如同刻线一般 将树法写入身体 将血液炼化为宝 法宝名为回天血身 虽然断星恋没有本命神通可以交换 无法重生 但他却可以利用回天血身能够互换身体的特征 把自己已经枯竭的内脏跟血身兑换 而就在断星恋血身形成的那一刻 远在几十里外的上官肖义是有所改的 回天血身 乃千年前最强二十一门 旺川树苑的正派神通 他可以另以死之人重生 而在旺川树苑被岁月埋没一千年后的当时 居然还有人能够休息这一日天神通 就在断星恋血身形成的那一刻 身为旺川树苑至尊的上官肖变已觉察 但眼下他正在被是神祖追杀 根本无暇他顾 所以便派出一具血身前往查探 这突然出现的与旺川树苑有关之人 令他心神震动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赵莲 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让他否决了 根据华身所述 此人只不过是刚刚才开始修行 不可能是赵莲 也不可能是其传人 因为如果赵莲复活的话 他一定是第一时间知晓的 上官肖努力思索着 这世上如果还有跟旺川树苑有关联的存在 除了他自己 或许也只能是江明子门下的传人 然而就在其思绪万千的同时 一道破空声骤然响起 瞬息间便来到了上官肖的境前 对此 上官肖只是微微侧目 男人正是之前所遇的那位 对旺川树苑和自己颇为了解的女人 面对着瞬息而至的绝强一见 上官肖只是如轻描淡血般的抬手人精 下一刻 山河破水 二者在接触到的树溪间 交手不下百招 所过之处 一切事物皆化作机份 这是当时最强三针传人 以千年前旺川树苑至尊间的宿命一战 一击落空 上官肖后彻与周六情拉开距离 倒也不是他不改命寒 而是在此时 接到通知的是神祖其他成员蜂拥而至 将场中二人团团围住 不过即便如此 上官肖依旧面不改色 他目光凝视周六情 再次开口询问其身份 周六情只是随口答了一句 表示自己名叫 美女 二者间陷入短暂的沉默 而就在他们对峙的同时 一众是神祖成员已经来到了境前 为首的一名求法者更是直言 机率要让上官肖永不超生 未死在其手中的是神祖成员暴闯 对此 上官肖只是冷吼了一声 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 这些人在他的眼里 比那些锅造的虫子强不了多少 一众求法者弃子 数不尽的俘虏 在他们手中散发出刺目的光芒 下一刻 整片天空便被树法笼张 他们如星雨一般开始朝着上官肖席卷了去 这一幕看似震撼 但对于曾经乃是大神通准的上官肖来说 根本不够看 只见七几个闪身间避开了所有束缚 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闲庭性命 在他看来 眼前这帮求法者中 也只有六位威压稍微强一些 应该是精通法宝的一等上位者 但也仅仅只是烧强 唯一令气感到麻烦的 便是眼前的美女 说话间 周六情再次抱起 甩出一把俘虏的铜石 右手间还紧握着一段剑柄 俘虏悬浮在空中散出阵阵蓝光 与此同时一阵刺骨的寒气凝满 随着周六情一声怒喝 漫天的寒气开始朝着剑柄出凝聚 最后形成了一道薄如禅翼的剑身 此乃周六情所掌握的法宝 三针剑法剑 望着静止袭来的剑某 上官肖没有选择正面对抗 这寒气之法 让他觉得有些古怪 果然 在他侧身躲避的瞬间 被剑某扫过的海面瞬间开始凝结 下一段 一座冰山突兀地从海面升起 宛如一杆巨毛朝着上官肖穿刺而去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令上官肖有些躲避不及 但此刻他的眼中却没有丝毫的慌乱 一道血刃在其手中幻化而出 冰山顷刻间破碎 二女四目相对 皆是感受到了对方的难缠 但他们谁都没有退缩 煞世间 滔天的剑盲将海面笼罩 二者一朝一世间的灵力 看得在场的众人春雾结实 这是当时最强三针传人 与千年前望穿树苑至尊间的宿命一战 即使战斗 电影的天地震战 日月无光 耸立在海面上的冰山瞬间破碎 漫天的碎块顷刻间遍布整片天地 如允星一般朝着海面上的狐狐人杂取 周六情与上官肖皆在此刻选择停手 如同商量好意买 几乎同时闪身击破了两块冰山碎块 接着二女平稳落在了轮部的两端 彼此平静地望着对方 周六情对上官肖出手救人的举动果是差异 可上官肖却说自己杀的更多 对此 周六情微微俯首 确实 在从事神祖关注到上官肖起 能证实为其出手的记录就有近百利 但无一例外 他们都是恶人 罪犯 有时候 周六情心里也不免对上官肖的做法产生一丝认同 可是 自从16年前起到现在 上官肖每次出手的间隔都在逐渐缩了 而且出手的底线也越来越低 最近一次出手 是在两个月前 三名流浪汉抢夺了超市内的食物 涉案金额仅仅只有857块 说到此处时 周六情目光凝视着上官肖 继续开口道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 习惯变会麻木 麻木变会堕落 本性是会变的 上官肖无言 神色依旧平静 只是那不再锐利的眼眸 却透出了他内心的复杂 眼前的女子让上官肖想起了一位不人 曾在他与赵年 面对以化为法师的同道不忍下手时 江明子就对二人说过 他们曾经确实是我等的 最初或许也曾克制自身 可习惯 变成自然 一直面对无尽岁月的饥饿 不会有丝毫胜算 若你我有朝一日也成为了他们的同道 无需犹豫 亲朋灭亲朋 好友绝好友 这句话江明子说得很决然 就算上官肖现在回想起也不免心中一谈 其实他早有觉察 救人已经是虚伪的心理安慰 所以即便被诛灭 他也不会有一句怨言 但他还是会不择手段的活下去 而就在他与周六情对峙的同时 在二人所处的海面下方 几道竖法正悄然接近 下一刻 竖法破水而出 将上官肖包围在其中 这赫然是六剑散发着恐怖危能的法宝 上官肖抬头望了望 目光冰冷 他本不打算使用天赋神童 但眼下这局面 也容不得他在藏中了 随着其单手掐举 脸上掩盖真实面容的竖法也随着消失 下一刻 一股滔天的血气 从其身上弥漫而出 最后在其身后凝聚成两道血身 一画二 二画三 三画百身 百身为法 这便是上官肖的天赋神童 百念血身 此刻上官肖所展现出的实力 让周六情感到心急 而且自身所掌握的本命神童 必须要获得被施术者的身体组织 才可以使用 所以他准备先进观其变 看看是神祖的精锐与其斗法期间 能否找到一丝机会 随着周六情撤离战场 是神祖为首的六名一等上位者 全力催动着各自所掌握的法宝 一口锯中将上官肖所处的空间封锁 琵琶法器散发着音波 持续干扰着上官肖的兴趣 另外几件法宝则从正面对其发起进攻 上官肖划出十数道血身座椅应对 一时间双方陷入僵持 无尽的爆裂声在这片空间内回荡 但以目前上官肖的状态 不宜与这么多求法者做持久战 所以他必须找机会破开这大冰中阵 然后在借助之前派出的那具化身撤离此地 与此同时 在这三川镇的另一边 血身成功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断心链 而且看起所运行的功法 确认是正统的回天血身无疑 只不过眼前之人快要死了 感应到血身心念的上官肖立即与其交换了左眼 他不知眼前之人是从何处学来的望穿之法 或许真的跟赵岩有关 但可惜他休息的太晚了 十年内不可能有明显的进展 可别说十年 眼下这名少年怕是连十分钟都活不过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上官肖神色一阵 此刻 那原本已经成型的血身小人开始退 就像是被什么锁排斥一般 而随着血身的消失 一道光芒骤然亮起 带道光芒散去 出现在眼前的赫然是另外一具血身小人 而这便是断心链所觉醒的本命神通 本命神通 一种来自于求法者灵魂深处的力量 它会根据求法者自身的性能 所处的环境 以及对万物的理解程度来呈现出不同的神通和样貌 但每个本命神通的威能 都远超寻常求法者的数 如果说凡人中诞生求法者是少见的意外 那求法者中可以觉醒本命神通的存在 就是意外中的意外 当然这只是对常人所言 对于上官肖这种自身曾掌握本命神通的大神通者来说 这并不算稀奇 相比之下 他更想知道眼前这小谷 是从哪学到的回天血身之法 于是他准备亲自前往确认一番 随着其手中掐绝 血身于本体瞬息间完成转换 上官肖的突然消失 并在场的众多是神祖成员慌了心神 唯有那六名一等上位者清楚 这种置换只是暂时了 他本体到时间还会再次置换不来 所以只要这大惊中照不坏 上官肖今日便在劫难逃 听完了几人的解释 场中的骚乱逐渐平息 唯有周六情人心绪不宁 不知为何 上官肖的突然消失 另起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心慌 而另一边 随着上官肖本体的出现 眼前属于断心链本命神通的血色小人渐渐开始消散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就在其消散的瞬间 上官肖隐约觉察到了一丝因果律的波动 可很快 他的注意力 便被断心链身上所发现的一件事物所吸引 而就在这时 因失血过多陷入昏迷的断心链 惊醒 在看清了眼前致人的面容后 迅速一个闪身拉开到了一个安全的距离 虽然不清楚昏迷的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什么 也不清楚为什么会有法师出现在此 但仅凭其身上散发出的威压来看 这绝对不是寻常法师 而上官肖意识看出了 此刻断心链体内的伤势有所好转 想来应该是跟刚才那一缕因果律波动有关 真的不愧是三针法门的传人啊 说吧 上官肖取出了从眼前小鬼身上发现的三针铜月令 断心链心中一惊 刚想开口将铜月令头 却见眼前这个疯女人居然试图将其掰断 可即便上官肖使出权力 也依旧难以撼动铜月令分号 上官肖心中一叹 他乃以自己目前的状态还回不了他 说吧 他将注意力转向了身前的断心链并开口道 少年 以继身为三针传人 如何懂得这回天血身休息之法 断心链沉默 眼前的法师不仅实力逆填 来历更是超乎了他的想象 面对这样的存在 留给断心链的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玩命的跑 对此 上官肖没有丝毫出手的意思 他回想起与美女为交手时 其同事曾开口说起过他的奴 于是朝着急速逃离的断心链开口道 周六情是你什么人 断心链心中一颤 强烈的不安涌上心头 为何眼前的法师会知道师姐的名字 上官肖依旧没有看他一眼 语气平淡的说着 见过 杀了 短短几个字 却令断心链瞬间崩溃 对他来说 师姐就是自己的权利 一股对眼前之人的强烈恨意在他的心中涌现 而在这股恨意出现的差弹 上官肖手中的三针铜月令意识传出一阵意识 三针铜月令 如此看来 那位周六情也是三针传人无疑了 早在上官肖知晓 周六情竟如此了解望穿树院时 他便有所怀疑 而且在之前的对决中 周六情所使用的剑法也不像正宗的寒气术 应该是在刻意隐瞒自己的门派神通 所以上官肖刚刚才选择出言试探 不过既然眼下已经知晓了一切 他也不打算再逗弄眼前这个小鬼了 他侧目望着断心链 并表示周六情并没有死 可就在其转身的那一刻 其手中的三针铜月令 忽然散出一阵刺目的金光 待到回过神时 手中已经空空如也 而此刻 在二人的上空 渐渐浮现出了一个 唯有断心链可见的三针法门印记 他还在这印记当中见到了浩光祖师 三针铜月令 乃是三针法门耗尽了数代人的心血 从而炼制出的诗门至宝 其唯一的作用 便是可以打通时间避长 让历代三针铜月令的主人间建立灵性 此时 断心链望着出现在三针印记内的浩光祖师有些愣神 他意识到自己终于开起了铜月令 那么此刻他眼前所见的便是过去 之后断心链又将目光转向了一旁的轻衣小声 根据二人之间的对话 此人应该就是浩光日誓上提到的赵炎无遗 眼下看到了 便是一百多年前的彼岸山脚下 赵炎带走高浩光的那一幕 而此刻高浩光的心神 全被赵炎所展现出的实力所吸引 根本没有注意那突然自行运转的三针铜月令 断心链就这么盯着看了许诀 而这里也有一个伏笔 那就是画面内 出现在高浩光头顶处的那团绿色虚影 另一边 上官肖觉察到了眼前男孩的异样 不免让人唏嘘 赵炎明明就在眼前 可他却看不见 下一刻 三针铜月令能量耗尽 再次恢复成了一块古古的龟角 眼见铜月令停空消失 又凭空的出现 上官肖顿时目光冰冷 他意识到 刚刚三针铜月令启动 说吧 他瞬间爆起 静止朝着断心链充去 只要有三针铜月令 和铜月令传承之人的存在 那么他与赵炎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未来 都会存在着想象不到的威胁 虽然眼下靠蛮力 难以将铜月令摧毁 但只要日后能找来 三位真火之类的存在 就可以轻易将其抹除 而其传承之人 今日不杀 恐为大患 面对上官肖的迎面一击 断心链根本无力抵抗 但出乎意料的是 上官肖并没有下杀手 而是裹挟着断心链 朝着远处急行而去 一路上 上官肖宇断心链提起了 求法者与涅槃师之间 水火不容的根本原因 以及是神祖为何 连昭安法师的议案 都从未通过 自古以来 二者间的斗争从未停歇 互相杀法已成了习惯 这其中的原因 或许是仇恨意己 或许是贪图永生 亦或许是漫长岁月 导致本性的不可控制 但却不仅仅于此 更多的其实是身不由己 因为 万业师仙便是所有涅槃者的法则 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 没有活人信任涅槃者 亦没有涅槃者会信任活人 因为对方都生存在于 几不同的法则之中 做人的时候 会为了生存而杀死 做死人时 竟然还是为了生存而杀生 这是即便强如 连万业师仙都忌惮的将名字 也不可违逆的法则 仿若这是一场 被天命定下规则的游戏 而世上的人和诗 都是被其掌控在鼓掌间的傀儡 可上官肖 这如任命一般的说法 让断心恋难以苟同 正如小时候的他一样 平静地接受着无能为力 这份任命的软弱令人感到气负 可与小时候不一样的是 现在的断心恋不认真命 上官肖侧目望了一眼 反问道 所谓的战胜天命 不也是天命的一种吗 若你有以后 也会明白了 只是 你们不会有以后了 三针传承必须在今日终结 你知道眼前这个 带着怪异头套的男孩有多强 必把片刻撑花散 并可以将时间凝结 此时 无缘外的府邸内 在一众求法者的协力之下 那具拥有非情走瘦身的法师 被打 节节败死 虽然涅槃是有着坚不可摧的躯体 但也经不起众人轮番的折腾 而准备起 自称是什么三针法 当中他的下三路 此时是带轮出轻语 陈伯又破防啊 法师欲哭无泪 眼下他是逃也逃不掉 杀也杀不了 似乎等待他的 只有被慢慢耗死的局面 然而就在法师绝望之际 从庭院外闯入一个海桶 此次便是无缘外的小孙子 吴山 而他的出现 让法师仿若抓住了救命稻草 扭头静直朝着小吴山冲去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院内的求法者猝不及防 而且以他们此刻深处的距离 根本无力阻碍 眼下唯有那一只未曾出手的大头 有着一丝解救吴山的可能 要不要救他 算了 麻烦呆 大头自顾自的说着 可下一刻 他变口闲体正的闪身 挡在了小吴山的身前 而他给自己出手找的理由 也是简单粗暴 那就是眼前这个杂鱼胸膛了 是你先凶大头道 大头生气了 大头继续自顾自的说着 边说边将手中的大红伞 插入身前的地面 随着法师的逐步接近 红伞也被缓缓撑开 下一刻 一股水气无烂 红伞下的法师身影瞬间凝结 仿若深陷在沼泽之中 此物名为片刻撑花伞 其主要的作用 便是可以凝结一定范围内的时间 如此奇异的一幕 惊掉了众人的下巴 但却无一人能看出此物的来历 唯有赵岩在看了大头的手段之后 神色中透出凝重 他看出了大头来自一个了不得的门派 能被给予如此上等的法宝 并然是一个重要苗子 而且 他似乎也有觉醒本命神通的可 说话间 大头取出了早先折好的纸盒 他要让眼前的法师 见识一下凶态的下场 可他忽略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在片刻撑花伞的范围内 除了他自己 一切事物都会被凝结 大头乱了两秒 随后才好像恍然大雾一般 抓起纸鹤给他来的一栋物理加锁 轰的一声嗡咪 剧烈的能量在二者间爆发 不得为能顺气间抹去了法师的生机 他到死都不明白 自己之所以会有这段下场 仅仅是因为他凶了大头一句 你找死 敌众求法者震撼于大头实力的同时 心中一充满了喜悦 眼下法师已被斩灭 那就到了领悬赏的时候了 三针法门的几人更是如此 他们不仅可以领到悬赏 而且这个法师很有可能就是祖师委托的目标 说吧 便要上前检查法师尸体上是否有追踪印记 这一幕全被赵岩看在眼里 也正是几人的这一举动 彻底激起了他的杀心 原来早在将明子用神通将望穿树月埋没时 赵岩与上官霄都被种下了三针追空印 这印记 即便赵岩此刻已不是本体 即便已是重生两次之身 也依然无法摆脱 他是如此 那么上官霄肯定也是如此 所以 为了不给过去或着未来的上官霄留下后患 他决定出手斩灭三针传人 而在这杀意形成的那一刻 大头亦是有所觉察 他偏头望向血身小人所在的位置 并开口道 房上的那位 这只小猫仔便是你派过来试探虚实的 不妨出来一见 眼见自身已经暴露 赵岩亦不在隐藏 一阵血盲亮起的同时 亦有个冰冷话语回答 突然出现有些冒昧 还望海寒 在下赵岩 想取三针三位传人之幸运 令他们始料未解 一时间静愣在原地 大头是 用春花伞替他们挡下了赵岩这必杀的引擎 你知道只有巅峰17%二三十力的赵岩可以有多强 赵岩必杀一击被大头用春花伞挡下 二者对彼此的实力都有了初步的了解 一击落空后 赵岩并未继续发起攻击 而是平静地望着大头开走 其他人可以置身事外 我不会打扰你们 但大头想都没想做拒绝 因为赵岩刚刚派出的杂宇有凶过他 随后他用春花伞指着赵岩沉声继续说道 你才是吴家的悬赏目标吧 此话一出在场的众人陷入一片死寂 原来早在无缘外说起 这三川镇近年来被法师残害之人中 有八成尸体被撕碎 而另外两层却是被吸成人干致死时 大头便有所怀疑 这是两个法师不同的识人方式 而且这二者的近视节奏和近视数量都有不同 碎尸的状况 有查到过动物抓痕 应该是那个凶过他的家伙 而用黑血将人吸成人干的 便是眼前的赵岩 大头一副胸有成竹的母娘 想必无缘外独子的生机也是阁下收走吧 对此赵岩并未否认 那日他曾见吴府公子光天化日之下调戏梁家父母 所以他便找了个偏僻处取了其生机 无缘外不平 他很清楚自己的儿子虽然风流 但绝对没有胆子做出越界之事 他是混蛋 可能是死罪吗 面对无缘外的质问 赵岩唯有一叹 因为所言非虚 那只不过是个喜爱不嘴尹 好面子 从未真做过越界式的胆小公主 可自己当时却直接取走了他的生机 三个月未进食的那份饥饿 让赵岩做出了对自己有利且想要的判断 为了防止他日后真正的恶心 必须现在就将其抹除 这是赵岩给自己下手找的理由 眼见赵岩没有否认 悲痛欲绝的无缘外直接提高了五倍悬赏 只求各位仙长能替他孩报仇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一帮人摩拳擦掌 开始朝着赵岩袭去 可大头与赵岩都很清楚 自己真正的对手是谁 还未等众人冲过来 二者间已经互相拆了无数招 两国人就好像不是在同意留宿的时间内的 待到顾前顾后等人赶到时 二人已经打上了楼顶 赵岩身形跃起 朝着大头立劈而下 大头丝毫不拒 利用春花伞挡下的同时 紧握着散柄朝着屋檐上猛的溢处 下一刻 一阵涟漪泛起 水雾弥漫间 片刻春花伞再次启动 对此赵岩早有防备 并用手中血刃止住身形的同时 迅速退到了春花伞的范围之外 赵岩回身后再次跃起 飞身来到了散面之上 大头的法宝固然神奇 但缺点也很明显 它只能影响到被散面覆盖下的事物 没有丝毫多余的动作 赵岩抬腿朝着春花伞狠一动 屋檐静止破碎 二者又从屋顶打到了屋内 紧接着便又是一番缠动 刀光骤起 所过之处皆是满目疮痍 又一次回到地面 二者间交手不下数千招 却没有一丝言语 这大带便是强者 无需嘴盾来渲染气氛 便可完美诠释什么叫做 酣畅淋漓的战斗 屋外的众人被两人间的战斗震撼的头皮发麻 他们甚至开始思考 自己是不是不太适合求法者这个职业 可就在几人说话间 轰得一声巨响 门窗硬声破碎 赵岩与大头的战斗仍在继续 整座屋服仿佛成为了二人的决斗场 他们间的战斗旁人 根本没有插手 一番辗转之下 赵岩两人落到了和堂之上 大头甩袖换出几只用纸折成的小兽 与之前对付那只杂鱼使用的纸破如出一纸 随着大头掐掘 这些小兽仿若化作活物 静止朝着赵岩袭去 可他们刚来到赵岩身前 便被其捂出的刀芒划破 随着小兽的消失 二者间的战斗终于有了片刻的停息 此刻的大头气息显得有些急促 连番的使用神通命 是为了下一次因果之战不局 此刻的五府内 众人皆被大头与赵岩间的战斗所震撼 唯有五行门的阿炮瞅着二人省了 众人纷纷侧目 心想这大块头怕不是满老子链接的 却见其手中掐举 下一刻 在这河塘的身处 几张符露突然爆发出赤木的光芒 这是他事先在此埋下的玉木符 在阿炮的控制之下 由符露画出的藤蔓瞬间将赵岩笼罩 紧紧竖息 场中便没了赵岩的身影 余下的只有一座由藤蔓形成的牢笼 众人大喜 纷纷上前欲将法师一举拿下 大头赶忙出言阻止 但为首的几人根本不予理会 大头无奈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说吧 他将手中的撑花损出 紧随几人瞬气间来到了藤蔓牢笼近天 就被二人耗尽的岔 凌厉的刀忙划过 困住赵岩的牢笼请客间化作鸡粉 而冲在最前的顾前 赵岩与阿炮两人意识直接被腰斩 赵岩赴匪 而等属实是曹丕席附近菜园 真鸡拔菜 顾后目自欲裂 顾前与阿炮的陨落 宛如一盆冰水浇在了众人的心头 可还没完 就在赵岩挣脱束缚的瞬间 片刻撑花伞已经来到了他的头顶 水气泥漫间 赵岩仿若身陷着 伞下的时间流速被迎接 大头冷哼一声 眼下的赵岩就如一头带载的羔羊 他可以轻松取其手机 大头立马无法找手中的风静 闪身静止朝着赵岩袭去 然而就在其飞身的途中 却是见到赵岩眼眸闪动 冷冷地扫了大头一眼 大头一惊 他居然在动 时间流速对赵岩的影响 并没有大头想象中的那么大 下一刻 撑花伞下的赵岩身影突然开始模糊 一阵血盲闪过之后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具寸许大小的血身 大头新奇地看着眼前的小人 这应该便是那家伙所掌握的天赋神通了吧 忽然 大头想起了之前赵岩望向他的眼神 猛的意识到 赵岩其实是在消耗他 以大头目前的实力 连续使用片刻撑花伞施展神通 法力很快就会被耗尽 而另一边 与血身完成换位的赵岩回到了高浩光的身前 高浩光询问他刚刚去哪了 赵岩答非所问并没有对此做出解释 而无辅内 大头望着伞下的小红人一脸溜色 此刻内法师明显对他们也起了杀心 眼下虽然他的本体远钝 但小红人却没有散去反应 怕是过不了多久他还会再回来 但撑花伞的神通他却必须要停下 说罢他便朝着身旁的几人说道 你们不想死的话就随大头拼一拼吧 逃跑的话怕是会被逐个击破 而就在大头收起法宝的岔 赵岩意识有所感应 他朝着高浩光嘱咐了两句后 再次使用神通与血身完成了换位 眼见法师再次现身 众人嚷嚷着要替同道报仇 唯有大头朝着赵岩摆了白手说道 法师阁下 大头喊你一声爹 你让我一只手如何 赵岩无言 大头的手段让他觉得有些难产 为了保险起见 他把看守高浩光的那句血身小人也召唤了我 因为这句小人才是赵岩真正的天赋神通 随着其话音落下 血色小人身上爆发出一阵刺目的血光 最终在其身后形成了一具体型高大的大涅血身 与此同时 海岸边的高浩光意识觉察到了血身小人的消失 眼下看守他了 只剩下另外那句看起来就不太聪明的小二点 高浩光目光扫了一眼 随着赵岩的再次消失 他内心的不安也愈发的严重 他去哪了 这还用猜吗 自己一行人今日才到此三川镇 并且与他有过节 他刚散发出杀气时看的也是无辅的方向 他还能去哪 此刻的高浩光只感觉一阵心悸 以赵岩的神通 他不知道师父几人还能撑多久 自己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去找到王八仙君留下的法府 于是高浩光装出一副吃到了奇怪东西的那样 小二点疑惑 赶忙趴到他的嘴边查看 可下一刻 便被高浩光直接咬碎 这另一半的血身内存放的是赵岩的过往 以及那些他绝对不能忘记的东西 这一刻 高浩光犹豫了 他被赵岩的一生所触动 他不忍对这样的人下杀手 他想让赵岩活下去 你知道只有巅峰时期的 这二三十例的赵岩可以有多强 随着其全力施展大涅血身 恐怖威压骤将 马昭等人皆是口渡鲜血 没有给众人反应的机会 赵岩直接飞升而起 抬手朝着几人 活出的第一壳 暴力声骤然响起 假山破碎 无数碎石飞溅而出 在这等恐怖威势下 马昭等人根本无力抵抗 悬而又悬地避开这一季后 便朝着河塘岸边倒飞而死 可显然赵岩并不像给几人丝毫惨气的机会 那分解起的碎石此刻已然成为了 马昭几人的催命 望着那人羽心一般激射而来的碎石 众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避 纷纷施展神通与之对抗 然而就在几人专心应对眼前危局时 赵岩控制身后的血身凝聚于酒 宽如施展神通一般将其打出 缩小版的血身破空而去 灵活地穿梭在几人的竖法间 待到彻底摆脱竖法后 赵岩再次与其换位 出现时已经到了众人的隐形 马昭等人心中骇然 就连大头都是一击 赵岩目光冰冷 随手甩出四滴飞行 精准滴落在马昭等人的额头 这飞血便是法师夺取人类生机的手段 在赵岩的控制下 一缕缕生机被抽出 并汇入其体内 马昭等人的皮肤肉眼可见的肝脏 体内的法力更是直接被禁锢 令他们根本无力放好 大头见此一个闪身来到了众人的身后 片刻春花再次开启 将马昭等人笼罩在内 时间流速凝结 赵岩吸取生机的速度也变得极为恒乱 他神色冰冷地望着大头 阁下这一派原来如此热心肠了吗 对于赵岩的血口喷人 大头顿时不乐意 大头向来冷漠为人 怎会热心肠 你莫要凭哭乌人清白 只是这些人生死 我也没有辅助之人 无法对你造成威胁 对于眼前这个老傲娇 赵岩显得有些无奈 再次表示 只要大头就此离开 他绝不会动气分毫 大头又一次果断拒绝 沉默片刻之后 赵岩略带深意地望着大头 阁下帮他们的理由 莫非是想让门派在下次因果之战时 成为三针法门的盟友 大头一脸茫然 他根本不知何为因果之战 不过眼下 就算有称花 但他们也坚持不了多久 而且大头显然也不是那种自认侠义的蠢犯 于是明智地决定 再撑个半炷香就离开 而另一边 高浩邦一路急行来到了彼岸山脚下 这里有将明子为此次危局留下的三张大神通法 公元525年 将明子在得知 千年以后的高浩邦会在望川就地在遇照延后 便通过三针同月令告知了自己的故局 他会在一块醒目的石碑上 留下灰在一眼便能看出的图案印记 只要循着这些印记的方向 便可找到一个巨大的三针法门灰 而在这门灰的正中心 有一个由将明子神通破开的缝隙 在这缝隙当中 便放置着他亲手绘制的大神通法 做完一切的将明子微微一看 他亦想起了故人 但将明子深知真正的他们早已经不在了 是被自己亲手了结的 如果把将明子所练习的大神通法 无时曾发挥 可有多强 此时的彼岸山上 高浩光一路跟着祖师留下的印记向上寻去 然而就在这时 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高浩光侧目望了望 不经心中一颤 因为那传出爆炸的地理 赫然便是吴府 此刻的吴家大院已然成为了一片废物 而在这院落的中心 一个血色巨人正高举着一把大到夸张的长刀 对着片刻撑花力劈而下 一时间刚风好动 刀忙刺起 在赵岩如此不留余力的真实之下 片刻撑花已经布满了裂痕 仿若随时都会破碎一板 此刻饶是大头都有了巨异 法宝快支撑不住了 现在想跑还来得及吗 然而回答他的却是赵岩又一记灵力的刀马 轰的一声 片刻撑花再也支撑不住 化作一把普通小散落到了众人的眼前 没了神通的加持 马昭几人也从凝智的时间中恢复 待看清眼前的一切后几人表情各异 唯有大头平静地说了一句 大头要开溜了各位 可是到如今 赵岩已不想给他机会 尽管这样做 可能会引来其身后门派无休止暴 而另一边 追寻印记而来的高昊光 终于找到了将名字留下的法 这是经过大神通炼化的浮路 他所散发的威压千年不减 虫鸟一不敢触碰 空气在其周围都有种明智之感 可见其不凡 但此刻的高昊光却陷入了迷茫 他并非真的知晓如何使用别人炼化的法 他再次为自己的没有感到奋斗 又一次因为没有力量 而只能在一旁无能为力 白小小的身影在高昊光的心中浮现 他不愿这样的事再发生一次 突然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牙关咬得更紧 并松开了攀附在山石上的手 就这么一跃而下 因为他意识到 每次在觉醒潜能之时 都是他最绝望 最需要希望的那一刻 没错 高昊光赌对了 只是灰仔要很久以后才知道 他的这次冒险 已经影响到了所有活人和活死人的未来 甚至 不仅仅是未来 空气的身影 拥有而出的磅礴能量 与那如天雷般的爆炸声 瞬间惊醒了整座三川镇 就连赵岩即将落下的刀芒都是一顿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彼岸山旁出现的神红所吸引 下一刻 神红划破长空 宛如一颗陨星朝着五辅的方向坠落而去 赵岩心中骇然 他认出这股突然出现的能量 乃是将明子的三针天将神兵符 而且是十层威能 但这怎么可能 在气垢中间 神红瞬息而至 被其砸中的剑筑顷颠破 可神奇的是 那些破碎的瓦力在法服的力量下竟然开始凝聚 赵岩眼见不亮 胆忙控制血身试图阻止 却被一只由碎石形成的巨手挡下 一击未果 赵岩将视线转向了那催动法服之人 瞳孔猛然收缩 而此刻 场中的众人意识看清了那耸力在巨人之上的身影 赫然便是消失已久的高浩光 场面陷入沉默 高浩光平静地望着赵岩 他劝赵岩就此收手 趁着一切还未完 可赵岩唯有一探 他是真的起了收徒之心 打算把高浩光当作唯一传人来培养 但奈何天意弄人 此刻的赵岩显得有些落寞 他朝着高浩光低声开口道 即便小弟我放过三针法门的传人 那存在过去的江明子会放过我们吗 他很清楚 江明子所求的大道 不会有法师能幸福 更何况 在他的眼里 此刻的赵岩只是不勇替身 虽然即便如此 小弟也并不恨 不过小弟这师父怕是要当不成了 高浩光一时雨色 他想起了之前的种种 想起了血身小人类赵岩的一声 他不忍对这样的人下手 赵岩像是看出了什么 目光瞬间冰冷 既然如此 无需多言 下一刻 一缕缕生机再次从马昭等人体内被抽出 他在逼高浩光出手 眼见师父几人危在旦夕 高浩光中是做出了抉择 他朝着赵岩招了招手 来 打架 此景依旧当年 自探物是人非 这是望川与三针之间跨越了千年的宿命一战 随着吴府内阵阵暴裂声不断 整座三川阵被彻底惊醒 人们惊恐地望着空中交战的两个巨人 在他们眼里 这就宛如两个神仙在斗反 而在这巨人之上 面对曾为大神通准的照理 高浩光不敢有一丝泄断 却没注意到 此刻就在他的身后 三针同月令再次开启 随着三针应急愈发的清晰 一个身影悄然浮现 赫然便是满身血污的断心链 眼前所见的战斗令他感到震撼 甚至忽略了在这之前 自己亦经历了一场 汗天动地的战斗 那是另外一场 望川与三针间的宿命对决 只不过两场战斗间相隔了百年 此刻 随着上官萧一指落下 身后由其天赋神通形成的六具血身 化作六道神红朝着眼前破空而去 对此周六情丝毫不惧 摆出架势座椅应对 可上官萧的目标并不是他 血身竟直越过周六情 游无吐入羊群一半 朝着他身后几名是神祖成员西去 此刻间 血光飞溅 六名求法者被顺了 见此劳山一脉的一等求法者悲痛欲绝 他深知自身受缘无多 所幸今日便跟上官萧玩命 说吧 一具布满森然寒气的光果 被其召唤而出 可还没完 下一刻 老婆婆竟生生地将自己的左眼挖出 他要用自身的眼球作为祭品 用于喂养光果之中的战斗 随着老婆婆献出祭品 光果内传出一阵诡异的笑声 一具依附在灵位上的魂体坟中爬出 老婆婆陈生下令 让其去牵制上官萧 好让周六情得以找到 施展本命神充的机会 一旁的断心链却目露优色 这种程度的法宝 想要牵制住那法师 怕是有些难度 不过 或许可以给他制造一些机会 上官萧与周六情之间的战斗仍旧焦着 灵力的剑王四里 最终淹没在了海浪之中 二者从海上打到了陆地 从刀光剑影 再到赤手空拳的肉搏 虽然战斗仅仅持续了片刻 但双方交手却不下数千招 可无论周六情如何攻法 都难以伤到上官萧分毫 灭盘师的身体太过坚韧 寻常手段根本无法对其 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就在寂寞乎间 上官萧抓准机会 静止一掌轰在了周六情的父母 一口鲜血忍不住的喷涌而出 上官萧这一掌 险些令他法身破碎 周六情心中一横 抬手间将近些年来练制的法服 全部甩出 他必须找到机会 取到上官萧的身体组织 才可使用本命神童 将其一击必杀 在周六情的控制之下 漫天的福禄开始朝着 他手中的剑屏聚 这是三针法门的独有法术体系 三针戒宝法 上官萧平静地望着这一切 他一时认出了周六情手中的剑屏 乃是将名字看家法宝之一 三针万法剑的房品 书是房品 可也算得上出色二字 感受到周六情在法身 与法宝炼制上展现出的不俗天赋 上官萧眼中的杀意更猛 天意弄人 命运又一次夺走了断心链的全部 此刻 周六情将手中由无数法 伏凝聚而成的剑刃甩出 数不尽的术法 便如斑斓的鲜河 将上官萧团团围住 此景虽然美妙绝伦 但却暗藏杀鸡 下一刻 漫天的光斑进凭空 幻化出诸多利人 欲将身陷其中的上官萧淹没 可他又怎会坐以待地 随着其手中掐绝 古道血身在其身后浮现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掩护着一具血身 悄然逃离了此地 就在其做完一切的刹那 天地激荡 五彩斑斓的术法红光 竟让此刻的战场 有种别样的炫灵 各种属性的能量席卷 但均被上官萧身后的 四具血身挡下 随着最后一道法服被破绝 这场由术法形成的 视觉盛宴中是平息 忽然 上官萧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猛的抬头 却见此刻就在气头顶处 天空裂开一道缝隙 无尽的雷芒从中一击 不得毁灭能量化作一把利剑 净直刺穿了整座岛屿 璀璨的雷芒将整天夜空 渲染得如同白昼 周六情这机关算尽的 一击不可为不强 但他还是小觑了 望穿至尊的战斗经验 就在雷芒临近的那一刻 上官萧又一次利用 之前逃离的血身 完成了换位 不过此刻的他 身上有多处破损 显然周六情的绝强一击 即便上官萧对不起来 都有些狼狈 所以他根本没有觉察到 脚下的战斗 以及潜伏在水中的断心链 下一刻 战鬼从巨石中钻出 并用神通暂时制住上官萧 与此同时 断心链意识抱起 七身来到了他的境前 可他的目标却不是上官萧 而是他那因战斗 已经破损了发丝 二者擦肩而过 就在断心链抓断下绣发的 同时上官萧意识有所紧远 奋力挣脱了战鬼的控制 但断心链早已将发丝 缠绕在石块之上 朝着周六情所在的方向甩去 上官萧心中的不安欲发的强烈 如此大费周章 竟只是为了取走他的发丝 这莫非跟周六情的 本命神通有关 想到此处 他再也坐不住了 直今月起朝着断心链追取 战鬼还想阻止 却被上官萧留在原地的血身阻止 上官萧是其而至 断心链与他的身手 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危机一刻 周六情中是握住了那颗 缠绕有上官萧发丝的石头 没有丝毫犹豫 本命神通施展的同时 将手中的石块甩入其中 戴罪阿呆 此人偶所受到的所有伤害 都会作用在被施术者身上 周六情神色冰冷 不准你伤我的心链 怒喝传出的同时剑芒划过 戴罪阿呆的身体 瞬间支离破碎 下来 上官萧的身体上 突然凭空出现了 十数道灵力剑芒 一时间血光四溅 众人欣喜 他们深知周六情 本命神通的威力 可接下来的一幕 却令他们感到深深的绝望 上官萧的身体 并未就此裂开 而是隐没于虚空 下一刻 其身后的血身 开始支离破碎 这是百年血神神通中的一种 伤害转移 可还没完 血身破碎的部分 开始幻化 朝着姐弟二人袭去 虽然周六情有所觉察 在千军一发之际 推开了断心链 可二者一两个一川 只不过断心链避过了腰海 而他自己却被冻穿了形脏 恐怖的血毛 并未就此停下 飞速穿梭间 将姐弟二人狠狠地 定在悬崖之上 断心链目自欲猎 他能感觉到 师姐的生命流势 可周六情 却朝着他笑了笑 因为他赢了 他比小星链死更早 天意弄人 命运再一次 夺走了断心链的全部 你知道眼前 这个少年有多强 他所领悟的 本命神通 尽可以逆转因果 此时 在海岸边的峭壁上 极感血毛 净直纵穿的 姐弟两个身体 断心链能清晰地 感觉到师姐 正在永远地离他而去 自责与仇恨 令他的痛苦瞬间血污 曾经是师姐拯救了他 可现在 他却只能眼睁睁目睹师姐的死 上官肖无声地 出现在二人的身后 他很欣赏周六情 只是无奈 双方存在于 与己不同的法则之中 说吧 上官肖抬手便于了结二人 却见此刻的断心链 仿若感受不到疼痛一般 不顾一切地掰断了 内洞穿身体的血毛 在其身体落下的瞬间 猛踏牙壁 回身朝着上官肖袭去 此刻的断心链眼神麻木 紧紧握住的右手 被一股神秘的能量 渲染成了金色 上官肖平静地望着这一切 这是他第二次 见到断心链的肯定神通 虽然不知此神通的威脑 但仅仅一指 断心链瞬间被腰斩 在上官肖的眼里 事情已然落幕 可他还是小觑了断心链的疯狂 仇恨仿若令他失去之举 几张俘虏被其握在手中 没有丝毫游戏 直接一爆 断心链的手臂瞬间破碎 借助这一爆炸的威力 再次迎面朝着上官肖袭去 是不过 断心链这自毁式的反驳 在上官肖看来依旧只是服劳 二者间的差距如同淫泥之铁 以断心链如今的修为 连碰到他的资格都没有 可下一刻 左肩处凭空出现了被击中的触感 令上官肖后撤的脚步猛了一顿 在这触感出现后的树袭 断心链的拳头终是临近 一拳轰在了上官肖的左肩上 先有重拳之果 再有出拳之音 断心链的拳头仿佛注定会击中上官肖一般 虽然弱小 可却怎么也躲不过 下一刻 那被击打的触感在他的脸部出现 上官肖目光冰冷 眼前之人弱小如蝼蚁 居然妄图打他的脸 下意识地拍飞了断心链的拳头 无数道雷芒瞬间将上官肖笼罩 这居然是因果律的雷结 在断心链本命神通的作用下 被他击中已经成为了必然事实 阻止他的攻击 就如同强行改变了阴影 这种程度的责罚 是如今的上官肖万万不可承受的 随着上官肖被重创 由他凝聚的血毛也随之消散 周六琴与断心链一起往海中坠落而去 大海 意料之外的冰冷 犹如那一日 那一刻 那一条河川 只是这一次 不是只有断心链一个人 唯一往昔 加入三针法门是断心链重获新生的开始 生而为人 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对别人那么重 往后 他更是体会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诈人 偷偷躲着咳嗽会惹的师姐不开心 记不住基础法诀被惩罚时 师父会偷偷给他爱吃的茶叶蛋 师兄们偷看师姐洗澡时总会带上他 因为他跑得最慢 那是断心链最快乐的时光 他愿意为他们而死 可现实是 一个由737位通缉求法者组成的极端极恶组织 打着替天行道的名义 袭击了三针法门 最终 三针法门上下动用了禁术 以他们自身的性命为代价 救下了周六情与本就性命无多的断心链 那一刻 断心链第一次拥有了某种极端情绪 在那之后 逃离的姐弟俩就开始了漂泊的生涯 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从一个身份到另一个身体 无变的事 他们所思所想都是变强 然后 在自身生命走到尽头之前 让那些人血债血查 可现在 那仇未报 那恩未还 他已经走到了尽头 虽然早知道自己的结局只能如此 只是 至少不能让师姐也在此结束 一个由人类感悟出的神通 竟然拥有自身的灵智 此刻的海底深处 断心链与周六情的生命之火都将尽灭 断心链不甘 那仇未报 那恩未还 他还不能死 至少 师姐不应该和他一个下场 一股对涅槃师的诛天恨意在他的心中涌现 下一刻 三针同月令爆发出一阵刺怒的光芒 他再一次用恨意跨越了时间的地长 随着三针印记的成形 从中传出了一声十分恶然的惊呼 因为眼前这位三针传人的现状属实有点惨不忍睹 而此刻同样恶然的还有断心链 因为那传出声音之物 居然是一团幽绿色的虚影 时间回到公元1906年 高昊光从彼岸山上一跃而下 就在他意识觉醒的那一刹呢 绿色虚影又一次降临 他为护光而来 可他的出现却无一人察觉 甚至就连赵颖奇出现的高昊光 也看不到 听不到他的存在 更是无法知晓 正是这团虚影在帮助他理解幅法 让他那本就存在的潜力 化阅基础仿佛达到了研习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程度 这些知识 经验 被短时间内引入他的脑海中 使得高昊光至少在那一刻 可以施展出将名子大神通法符的十层威能 而与此同时 绿色虚影注意到了 那再次产生因果欲波动的同月令 有一股滔天的恨意跨越时间而来 并以此再次获得了同月令的认可 绿色虚影星系 他知道对面照影同月令之人 终于可以看到 且听到自己 所以他传出话 用恨意跨越时间的避障门 三针法门的传人 下一刻 双方一脸懵圈 眼前看到的一切令他们有些怀疑人生 不然 断星链像是想起了什么 眼前的事物 他在第一次开启三针同月令时便见到 只不过那时候的他 只是感知到了这个若隐若现的未知存在 而现在 则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且听到 难道之前使用同月令的便是这团虚影 所以浩光祖师无法觉察到同月令被使用 也因此觉察不到他的存在 就在断星链思续万千时 绿色虚影再次开口 你如果还能施法的话 那边速速告知于我你所在的方位 我打三针法门 绝不会亡 又与此同时 在绿色虚影所在时间线的另一边 赵炎与高浩光间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但在大逆血身的强烈攻势下 纵使有祖师法复助力的高浩光也有些顶不动 下一刻 灵力刀芒划过 禁止斩断了神兵天降服 同时 高浩光控制着巨人一拳轰向了赵炎本体 防守不及的赵炎只能舍弃血身 拉开到了一个安全的距离 随着两座巨人的消散 双方的战斗中是有了短暂的平息 眼下二者都无法短时间内将对方压制 可高浩光余下的法力 已经无法支撑他与赵炎再来一场持久战 更要命的是 再这样耗下去 但眼下已容不得他迟疑 赵炎看出了高浩光眼中的复杂 亦是知道三针法门的使命 所以他率先出手 我尽全力杀你 你尽全力做你该做的事 双方都不该留有悔恨的余地 天地其大 万见其名 你得相信 这仅仅只是一道葫芦所展现出的威猛 而此刻的高浩光 却打算强行使用两道如这一般的大神通法 他这如爆发户般的坐台 把大头看得一阵干颤 要知道 一般大神通者 医生也炼制不出几道这样的葫芦 可他竟然有三道之多 就连曾为大神通者的赵炎 此刻意识透出了前所未有的凝重 眼前所见 乃是将明子的散王剑阵与通玄在画法符 前者主杀法 而后者则是一道辅助符路 有了通玄在画 便可以将其他法符 法宝的威能翻倍 且无需消耗使用者的法力 赵炎一叹 这确实很符合小明子的风格 不留半点余地 可为了上官销 即便生死 他也不会有丝毫的退缩 因为那是他心中的光 在他经历了家人一个个饿死的绝望后 是上官销给予了引领他一路向前的光 赵炎的一生 便是在追逐黎明之光的一生 可现在已经入夜了 磅礴的剑阵骤起 纵横交错的灵力剑芒像是能遮天蔽日 而此刻在剑阵之下 仿若传出了一声叹息 这叹息满意着悲伤 随着高化光一直落下 无数道剑芒开始朝着赵炎袭去 而赵炎因血身被破 短时间内无法施展 所以只能幻化出两把血刃作以映语 一时间 阵阵击道且密集的刀剑劈砍 正响彻了整座三川 在这无尽剑芒的包围之下 赵炎虽然被罪 但短时间内剑芒也无法突破他的弹 他只要拖下去 带到血身挥幅 并非就没有与之对抗的实力 而此刻 在连续使用了两张大神通法不后 高浩光自身已经严重透支 不过即便如此 他仍旧不顾一切地在加速剑阵的攻势 因为他无比了解忘川术法 自然清楚赵炎此刻在想什么 绝对不能让其撑到血身恢复的那一刻 一时间 急速穿梭下的剑语开始转变攻势 宛若几条金色的游龙 朝着中心处的赵炎席卷 随着剑芒仿佛 赵炎手中的血刃中是被捻捻 其身旁的剑柱更是被直接倒屏 此刻的赵炎已然变体磷伤 这一击令其很是狼狈 不过好在 他终是撑到了血身恢复的那一刻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将手中的血色小人甩出 在其甩出的岔 散落在四周的剑王又一次开始 而另一面 面对迎面袭来的血身 高浩光已在无他法 如今唯一的底牌 便是手中的通弦在化妇 可就在其准备施展的那一刻 法服却在他眼前突兀的消失了 就像是被虚空吞没一般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令高浩光有些猝不及防 而就在其失神的片刻前 血身小人已经破空来到了身前 下一刻 赵炎本体与其完成换位 而那刚刚恢复的血身小人 又一次泯灭在了剑王当中 不过只要能斩灭高浩光 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随着二者间的距离迅速拉近 赵炎眼中满是复杂 不过他也在庆幸 自己在仍存留有人性时 遇到了高浩光 若有来世 他仍会选择收起为土 可就在其刀王展出的岔了 几道竖法红光破空而来 赵炎无奈只能收到防御 以他眼下的状态 已经无法应喊这一击 虽是倒下了 可爆炸的余波 还是令其身形不稳 见此 马昭几人兴奋不已 他们也算是在这场战斗中 找到了些许存在 而且此处还有一个福 注意看 此刻大头手中的称花 已经不见了 另一边 在赵炎被树法轰飞的同时 高浩光手中掐绝 无数剑芒再次将赵炎笼罩 而这一次 他已经无力回天 赵炎震惊的眼神 慢慢归于平静 好像对于这个结局 并不感到意外 又过许这一切 早在千年以前就注定了 望川与三针跨越千年的宿命 一战中失落幕 这一战极大影响了高浩光的内心 他慢慢开始理解 江明子的所作所 源头不灭 万果皆难 这便是他们三针访人的天命 马昭几人赶忙 接住了因严重透枝而脱离的小人 师父的一张老脸上满是心痛的自豪 刀山的布后 更是被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派死震撼 唯有大头默默地望着自己的手心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忽然 在身前的废土之上 一道道血丝浮现 开始朝着一颗破碎的头颅凝聚 原来 就在最后关头 赵岩将自己那还没有被剑阵消灭的头 跟之前血身剩下的部分进行了换身 望川书彦的手段又一次刷新了几人的认知 不过眼下 已经容不得他们退缩了 就在顾后拔剑玉与赵岩殊死一搏时 高浩光却出言喝住了他 双方已经没有再打下去的必要 赵岩的本体近乎被剑阵粉碎 尽管侥幸保留了一丝生机 但终究无力回天 他马上就要死了 高浩光神色复杂地望着赵岩 询问其最后想要做些什么 可他只是到了身后会无期 便独自转身离去 在其转身的刹难 赵岩的嘴角露出一丝像是解脱的微笑 望着他已经开始逐渐消散了身体 高浩光的眼中 多出了一些说不清也道不明的东西 时间回到公元2020年 重伤垂死的上官萧飞身回到了海岸边 面对残余的几位是神祖成员 他并未选择出手 只是默默地走 然而这时 一个一桩怪异的老头从人群中走出 此人便是为寻断星链而来的无山老头 亦是百年前无缘外加的小孙子 望着上官萧默默离去的背影 无山沉默少许 忠实说出了赵岩早在百年前就已经生死的事实 上官萧脚步猛的一顿 但依旧无言 只是默默地望着城中的石山看了许久 无山一叹 他知道上官萧已经没有以后了 可唯一令其不解的事 到底是什么神童 禁令他伤志如此 于是 一众是神祖的成员为他讲述了之前发生的一切 老头子听后差点没抽过去 直接跃入海底域找寻姐弟二人 现在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 断星链开启三针铜月令的那一刻 绿色虚影在得知了断星链几人所处的方位之后 便告知了一个 他在百年前为了二人埋在这海底的一线生机 断星链听后没有丝毫犹豫 控制着身体 转身一拳轰向了身下的同样 与此同时 在铜月令的另一边 绿色虚影缓缓地幻化出一只手臂 他每一步都无比小心 仿佛在惧怕被什么东西察觉到他的所作所 慢慢地 他将手伸向了 正欲施展通灵在画法服的高浩光 轰的一声 因果律的雷劫中式降临 只不过 这次他慢了音 下一刻 高浩光手中的法服突兀的消失 在出现时 已经是在大头的片刻长生银花之上 还不待他做出反应 一股俱力传来 手中的银花不受控制地朝着远处飞去 致死 大头小小年纪便背上了丢失门派智宝的大黑锅 时间再回到2020年的海底 随着土层破开 渐渐浮现出了深埋在旗下的一把红色纸伞 在这伞面之上 还有这一张刻画有三针法门印记的符路 下一刻 符路爆发出一阵刺目的光芒 时隔百年 片刻长生银花再次开启 将断心裂二人那随时可能熄灭的生育之魂 你知道当时的蓬莱至尊有多惨 在他还很小的时候 就背上了弄丢门派智宝的黑锅 此刻的五府内 望着那消失在天际的片刻称花 大头是有苦难言 他已经能预警 自己回到师门会遭受怎样的待遇 被揍屁了 被逼婚 被关修行事 无惑哀哉 大头心里苦 但是大头不说 而就在其尊神之际 赵岩的本体与血身完成了换位 并静止朝着高昊光洗去 大头看出了赵岩此刻已经是强奴之魔 根本无心他顾 于是便提议众人一起出手 牵制赵岩 也正是这一击成功救下了高昊光 并极有机会将赵岩击杀 至此 这场大战终于落幕 大头重重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心中意识思绪万千 他想不通 刚刚那张大神通法 不是怎么一回事 他并没有参与到这次战斗 也不像是那小弟弟操控的 那么他为何会突然出现 又要带着橙花前往何处 而此刻 在离三川镇不远的海岸面 一道神红滑破长空 来到了一座拱形小岛的上方 而这神红中之物 便是那把布满裂痕的片刻长生春花 春花越过小岛后 静止坠入海底 像是受到了一股神秘力量的指引 开始缓缓地朝着某个方位落去 就这样默默过了百余年 无珊为了寻找断心裂二人来到了此地 刚一接近 他便感应到了一股熟悉的法力波动 定睛忘却 姐弟二人已然冰死 但却被一股力量定住了最后一领生机 二者还能不能活 无珊不敢确定 但那就像二者之物 他却不敢不认了 因为当年这把片刻长生春花也救过他的想法 无珊不免一阵唏嘘 恍惚间他想起了一个人 那是无珊所在门派的当世至尊 不知他若看了 又会作何感想 毕竟这是他当年最钟爱的法宝 与此同时 在那远离城市 无垠大海的最东边 有着一处凡人难以察觉的隐秘之地 在这里有着一座仙岛 仙岛之上 无数楼庭殿阁掩映在绿树丛中 恍如神话中的仙宫 而在这仙宫的深处 一个男子正端坐在孤舟之上 身旁仙鹤营让 给人一种出尘似仙的感觉 忽然 男子停下了手中的游戏 抬头朝着某个方向望望 喃喃自语道 再次出现了感应 还是在那三川入海之地 真可谓 雕灾 视角再回到三川海底 无珊仁就想不明白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为何这法宝会出现在这 不过说来也巧 如果说这世上真有人可以救下这姐店 恐怕也只有这把片刻撑花的主要 毕竟长生之法 乃是他们彭来的本命之法 这是偶然还是巧合 无珊想了想又将其讽诀 因为对于因果来说 必然这个词更为恰当 时间又一次回到公元1906年 高浩光与赵炎道别的那一刻 此时 绿色虚影在空中浮现 默默注视着高浩光 只不过现在的他身形破碎 虽然没有影响到必然会出现的因果 但他刚刚的出手 还是受到了因果律的惩罚 紧紧一击 便差点将他抹去 随后他又深深地望了赵炎一眼 到了身后会有气之后 便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此刻的地面之上 大头来到了小吴山身前 他刚刚才注意到 这小家伙虽然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但却是一个身负法学之人 相遇便是圆 大头掏出一个金汤池赠云吴山 你知道身为望川树院门主的赵炎 有着一个怎样凄惨的过去吗 随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 高浩光的眼中溢出了难言的复杂 疲惫在这一瞬间袭来 紧接着 他好像做了一个梦 但那不是他的梦 而是赵炎珍藏在内心出的一段过往 那时候 爹娘小妹还在 娘亲赶着驴儿磨面 父亲用新出的面给他和小妹做着面 这番场景 时至今日赵炎还会日常梦起 那是最无忧无虑的梦 也是他这一瞬且漫长的一生中 最接近人的时光 但梦会醒 世道会变 那一年 大汉 蝗灾 官军和盗匪的劫掠 太多人化为恶嫖 一子护士每日都能见到 哪有什么地狱 人间本就是地狱 小妹与爹娘都相继而死 唯有赵炎活到了最后 他还清晰地记得爹爹临终前说的话 爹爹的尸体 莫要让别人捡了去 因为 这是在这末世当中 父亲可以给孩子留下的唯一一样东西 历史的他 因时而生 但若不是生路 总会有尽头 没过多久 他再次走到了三途川前 只是这一次 他要孤身一人过河 这一刻 赵炎感受到了心灰意冷的绝望 这人间才是狗屎 才是樱桃地府 他无力地咆哮着 声音微弱却又生死力解 然而 就在其冰死之际 两名一拙光鲜的行人走到他身前 为首的是一位白衣飘飘 周身透着七双赛寒气息的少女 一具拿着 给赵炎带来了活命的东西 也让他对眼前二人生起了度 由度生恨 因为他后来得知 这少女可老了 是这附近某个仙人门派的重要人物 就在这千里恶嫖之地 有着一个神通广大 却是他们而不见的仙人门派 赵炎想到了爹娘与小妹绝望的模样 他忍不住去狠 他恨着苍天何其不公 恨那活得如此逍遥 却从未感受过自己何等绝望的仙人 他想改天换命 随后 他背东屈膝地求入这个名为望川的门派 他想往上爬 直到可以掌控门派 再用期改变这个势头 但前提是 他要超越那位仙门认可为第一继承人的上官校 虽然师父告诉过他 他没有半分可能 但他还是不断去挑战 一次 两次 三次 无数次 全部都以失败告终 一直到那一年 有一位神秘人找到了赵炎 神秘人说因为无聊 所以愿意手把手来助他修行 至于他所愿能不能成 那就看他自己的本事了 那时 赵炎第一眼便认出了 这神秘人的身形是自己的师父 但他没有道破 怀着复杂的心情跟着神秘人修行 春去下来 秋散冬至 赵炎的神通越来越强 甚至 有了觉醒本命神通的迹象 那一天 神秘人突然说道 你知道自己想走的 是一条没有结果的道路吗 求法者并不能无米生吹 无地生凉 纵使拥有移山填海的大神通 也无法影响天道和人心 曾经多少大神通者 想匡扶人间 甚至统治了天下 但最后什么都没有改变 赵炎听罢 沉思少许 便把手中还未捏完的迷人 递给了神秘人说道 这个小人 不捏到最后 我不甘心 可以替我保管吗 如若我能改变这世道 我就把这脸捏出来 然后 他们笑了 笑得格外的畅快 不久之后 赵炎再次发起了挑战 所有同门 包括师傅都来看热闹 大家也不觉得这次对决 会与之前的有什么不同 但随着斗法越加激烈 赵炎开始施展的同门中 也嫌有人能修成的各种神通 而最后一招 那名少女没能接下 门派新的继承人诞生了 同门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甚至 包括师傅 这是为何 赵炎不解 随后他不由自主地 看向了另一个人 在自己打出最后一招时 因为施展了回天血身 还没有被重伤的上官消 那回天血身的身形 和师傅真的很像 那天之后 他心中的度与恨都消失了 又过了些时日 渐渐转变成了另外一种感情 人终究被少年不可得之物 困其一生 奈何东风吹破少年梦 岁月磨平英雄心 在赵炎认出那位 他一心想要超越的少女 便是教自己修行的神秘人之后 他心中的度与恨都消失了 渐渐转变成了另一种感情 在之后 他们一起出山替天行道 消灭食人恶尸 十分秀气的少年 那少年时常夸下海口 总有一天 因果律会对他无可奈何 总有一天 那不死者之王会被他从过去 现在和未来中抹去 那少年想走 同样被认为没有结果的道理 但不知怎样 赵炎觉得少年真的有可能做到 因为少年比自己强 后来的这些年 为了解救饥荒的百姓 赵炎也曾借过 其他文派的施语之法 玉木之术 但一块土地降雨之后 另一边本应降雨的土地 便会迎来干旱 一块麦田助长之后 另一块田便会莫名死去 天倒是那么难以左右 可人心更难 他也扶持过愿意 匡扶天下的俊敬 权力会带来欲望 欲望会带来杀戮 不是在争权夺利中惨死 便是其后人堕落 带来了更多混乱 赵炎努力了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一百年 世道没有变 改变的是他 炫了 也淡了 那份炽热之火也灭了 那时的赵炎 只想平静地度过这一生 跟他在一起 好好地活下去 可天命难测 上官萧曾经为了救他 在大战中使用了 透支寿元的大神筒 连回天血身 都被透支到 假死的大神筒 那年 上官萧的寿元禁了 赵炎心中 最后一丝火光也已不在 可命令弄人 那一天 万叶失先的真血降临 他回来了 甚至连那假死的 回天血身 都变得生机盎然 上官萧有些思绪万千 而赵炎只有喜悦 他变了 他也知道他变了 可现在的赵炎 只想为自己 为了上官萧而活 即便为了躲一个人 而搬迁了整个宗门 即便去站那找来的 千古无敌之人 也要守护着 最后一丝火光 直到一起寄命 不过 这一天他们早有预料 所以在搬迁法府之时 就已经把各自的血身送走 让有一丝灵质的 他们自己躲藏起来 陷入沉睡 即便本体被读取记忆 也不可能被找到 等待那无敌之人 早已不在的时代 在望川树苑 被埋没的三百年后 其中一个带着过往的记忆 在世为人 可复活后的赵岩 感应不到上官萧 果然 因他血身 曾经严重透支过的原因 会比自己更晚 丛林人间 他还需要等 他会一直等待 只是没想到 他这一等便是两百年 直到寿源耗尽 也没能等来那一丝的 赵岩不甘就这样死去 白白活了一世 他真的不甘心 只不过那时候的 他还不知道 有一个熟悉的东西 会将他带回人间 时光荏苒 九百年转瞬即逝 万叶真血再次降临 在他接触到 赵岩那早已散入 海底的古片时 他又一次 以法师之身复活了 更是看到了 这与往日 完全不同的大千世界 只是 对他来说都一样 他回到了 望川树苑的故地 继续等待 因为万叶真血 是无法摆脱的英语 上官萧的血身 只要化为他 就一定会是法师之身 从而寿源几近无限 既然无法感应到 他的存在 那就是他还未 以血身转身成功 赵岩会继续等待下去 这一次 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等 直到今日 已经是昨日了 至此 高昊光从赵岩的过往中醒来 他就这么沉默地望了许久 夕阳西下 落日于灰笼罩下的 三川恢复到了以往平静 师徒几人也在这目光之中 离开了这座海边小镇 为什么说赵岩与 上官萧之间的故事 令人唏嘘 纵使千般不舍 万般不愿 却只能傲得个造化弄人 晨光与夕阳之下 赵岩与上官萧 各自走在这望川故地之上 地点一致 方向一致 唯独时间错了 眼前的一切变得如此陌生 心中没了归宿的 他们就这么漫无目的地走 去哪呢 回家 可家在哪 而你又在哪 同一条街 相隔无寻 赵岩在这三川布地苦等了两世 而未来苏醒了上官萧 看着钢铁森林般的城市 走在陌生的街道 寻找着他的踪影 你在更遥远的未来吗 有多远 赵岩不禁在心中问起 未来很遥远 仅仅只差了一百年 可哪怕只差一天 赵岩也等不到了 真的永远停在了过去 我不信 上官萧宁愿相信 赵岩会不择手断起 卑鄙的活着 可为何自己寻不到他 可惜 可叹 终究是错过了 此刻 二者仿佛能隔着时空对话 赵岩说出了那句迟来的抱歉 面对当年少女的救命之恩 他不思报答 却只想着利用他们 真乃无得意无用 可他不知道的是 当时的上官萧便已看出 赵岩悲风屈膝之下的 那颗对抗天道的决绝之心 纵使你无得无用 我们终于就好 在之后 面对赵岩的每一次 怀有怨恨的挑战 上官萧都有手下留起 因为正是他后来的那些挑战 在上官萧无趣且平静的人生中 掀起了少见的好奇心 他很好奇赵岩因何而战 至于为何会用神秘人的身份 去助赵岩修行 确实只是因为无聊 赵岩坎坎而谈的那些 抹平事件不平事 就像说书人口中的故事一般 只可能是故事 不过 这对于从小在门中长大 修行便是全部的上官萧来说 最喜欢听的便是故事 以至于在过了很久之后 每当赵岩想起 自己当年 将手中泥人交到神秘人手里 时吹嘘的那些话 都不由得说耳发烫 在后来 赵岩当着全宗门的面 打败了上官萧 还抢走了他的继承人之位 可他依旧不知道 那时的上官萧只用了七成的功力 至于为何如此 也仅仅只是因为上官萧觉得 当继承人不如自己一个人自在 至少之前他是这么想 可在二者多次下山除世之后 他对赵岩的态力 不再像之前那般冷淡 这与两人间的出生 入死无关 却与赵岩的故事有关 因为他真的在做 曾经吹嘘过的那些事 抹尽世间不平事 改一改 这如狗屎一般的世道 明知天意不可为之而为之 虽然很傻 但那一刻 这个奔师弟真的光彩赵岩 就这样 赵岩坚持了一百年 仍旧一事无成 慢慢的 他倦了 两病斑白的他来到了师姐面前 诉说自己的无能 可上官萧却从未对赵岩失望 他将当初那个倪人还给了赵岩 虽然这个奔师弟 并未做到当年侃侃而谈之事 但赵岩却成功改变了上官萧 让本来对凡人漠不关心的他 也帮着做了那么多 只存在于说书人口中的故事 这样 我也算是这世道上的一小部分吧 上官萧这般感叹道 但在此刻的赵岩眼中 不仅仅是一小部分 而是全部 他不再为这世间而活 只为了生叛之人 可就在七百年追梦无果 准备用余生守护上官萧的那年 他的寿源禁了 对于上官萧来说 天也 命也 纵使不甘 接受就好 临死前 他笑着说道 我先走一步 那时赵岩好像也说了什么 只可惜他没有听到 奈何命运弄人 万叶真血降临 上官萧以法师之身复活 望着满心欢喜的赵岩 他却思绪万千 最后化作一声叹息 既然有了后来 不妨再活一次 从那一刻起 他们便没有了选择 只能继续等下去 等待着再次相见的那一天 只是你到底在哪 为何我寻不到 一抖不到 恍惚间 两人开始不自觉地 朝着某座山顶走去 因为他们没有望 眼前所见 才是望穿曾经所在之地 往昔的点点滴滴 抑制不住的影线 他们在这里相守了百年 家就在眼前 可是已经回不去了 两人就这么站在山顶 望了许久 相隔两望 思念无语 不然 他们将目光转向了一旁的小鸡 一直到最后 赵岩也没有将尼人的脸迷出 而是将其烧成逃人 镶嵌在此处 让他指着老家的方向 因为师姐时常会因为 寄不得路 而找不到家 两人站在泥园所指的方向 两两相望 仿佛在说 有你的方向才是家 赵岩目光微柔笑了笑 轻声开口道 我先走一步了 而百年后的上官 萧一回答道 我随后就到 一阵微风吹过 二者的身影中是散去 彼岸花开 开彼岸 望穿河畔 亦望穿